这就能毒死巨龙的龙峰 这里却有数十万只 男人已经气疯了 这到底是哪个灾舅子干的好事 居然这样陷害他 为了活命男人一刻也不敢停留 狂奔数个时辰后 男人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 难道今天就要丧命于此 就在这时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座阁楼 男人一脸的兴奋 使出最后的力量冲进去 然后快速地将门关上 浩绍聪以为终于逃得幸运 却不知这是噩梦的开始 原来祝明朗早已等候多时 浩绍聪不敢置信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随即被己升起一股良意 他可是杀了祝明朗 一父一母的弟弟 祝明朗出现在这里 肯定是来报仇的 但他并不甘愿受死 反而趁着祝明朗没注意 照出自己的龙宠 杨摩子龙 龙宠地出现给了浩绍聪莫大的底气 祝明朗你见到羞为已废 我这羊龙可是上位龙主 我看你怎么杀我 祝明朗冷酷的一笑 见到羞为被废又如何 想要杀你还不是一如反掌 剑灵龙 祝明朗身后一条火龙若隐若险 随着他一剑狠狠的劈响 羊龙发出一声巨吼后就没了声息 上位龙主居然被一剑斩杀 浩绍聪呆愣片刻后 突然吐出一口的鲜血 因为他不止受到契约的反噬 更是被剑气斩掉左臂 剑到长剑抵住自己的脖子 贪生怕死的浩绍聪 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恐惧 想以一个秘密换取活命的机会 原来黎川大陆的坐镇全书 祝明朗依诺留下浩绍聪的性命 匆匆赶往九军墓 留得性命的浩绍聪却为感恩 反而一脸怨赌 祝明朗此生我们不死不休 哪只狠话刚刚放完 在屋外徘徊的戎风就冲了进来 果然天道循环报应不爽 而祝明朗会和南陵杀后 就匆匆赶往九军墓 哪曾想路过乱石岗时 天空却飘起了紫烟 祝明朗当即决定调转方向 原来按照比赛规则 锦盒分为白黄蓝紫红五个等级 而有紫烟出现 说明附近有紫色的锦盒 当祝明朗匆匆赶到时 却发现得到锦盒的事的老熟人 逍遥剑派首席弟子云中和 这人可不是擅长 入门十数年 早已得到逍遥剑派争传 伴助相后 就将想抢夺锦盒的参赛者 杀得四散逃去 而按照大笔的规则 只要手持锦盒 方圆百米之内无人敢挑战 再将锦盒交给主持人 就自动获得锦盒内的资源 云中和却不着急上脚 反而转头望向祝明朗的方向 他们应该也在百米之内吧 随即一脸骚包的向祝明朗喊话 小师叔 我手中的地气可是一座矿山 你想要吗 说完把地气挂在长剑上 想要就自己上来拿 祝明朗的脸瞬间阴沉下来 这明显是想搞事 虽然是自己的失职 但既然已经对他起脸输出 祝明朗也不准备忍让 当即准备照出剑玲珑 给云中和一点教训 一只仙手却突然将他拦住 男灵莎走了出来 说好的木龙是闺蜜 神凡者归我 剑到出来的居然是一个女人 云中和木火中烧 祝明朗 你居然派个女人出来应战 那我就先斩了她 再来斩你 一道强大的剑气飞射而出 但却被男灵莎轻松躲过 随即更是手持画笔快速挥动 一道鬼门在笔下浮现 无数的鬼魂从门内涌出 向着云中和冲去 云中和快速斩出数十箭 却发现鬼魂不管如何斩杀 数量都未减少 云中和猛然回过神来 原来这是幻境 急忙以自己的本命神剑开刀 才找到一丝空隙逃了出来 但她出来后却发现 男灵莎居然在布置剑陨阵 凭她的实力 想要破此阵根本不可能 而她现在唯一的机会 就是拿下布阵的男灵莎 却万万没想到 男灵莎早在自己四周设下八卦台 根本进不了身 而此时剑陨阵已经布置成功 四剑中的金剑直接化作巨山 将云中和镇压 一旁的助冥朗却突然开口 失职 你可服气了 云中和却咬了咬牙 师叔 还有什么招尽管使出来 我接着 话音刚落 一道青色的剑光 直接将它砸进十对 云中和强撑着身子 想要站起来 却在此时一道粉色长剑 直奔他的面门 云中和急忙叫道 师叔我服了 快快停手 而直到此时男灵莎的四剑 还仅仅出了三剑 威力最强的赤剑还留在手中 助冥朗拿到紫色锦盒后 却并未选择上交 而是悄悄离去 一个时辰后 距离乱石岗十里的位子 居然同时飘起了紫烟和赤烟 周围百里的参赛者瞬间疯狂 纷纷前往 本以为可以前去捡个漏 哪知他们赶到之时 却发现已被助冥朗三人包围 各位 将你们身上的锦盒交出来了 男人仅仅开出一个紫色锦盒 却引得数百人为杀 但男人却异常的高兴 因为这就是他设下的局 助冥朗站在最高处大声的宣度 各位恭喜你们被我包围了 交出锦盒不杀 助冥朗你区区三人 居然敢打劫我们数百人 你凭什么 助冥朗快速的连通灵域 将三头龙宠都招了出来 凭的当然是我更强 男灵莎也在此时掏出话 在虚空中快速的舞动 一座巨石形成的牢笼拔地而起 众人在经过刚开始的慌乱后 反而激发出血性 一名福宗弟子更是怒吼 我就不信 我们数百人还打不过你们三人 说完扔出引雷符 杂像冲在最前面的大黑牙 还不等大黑牙反应 一道拳头粗的闪电凭空出现 大黑牙猝不及防直接被炸翻 福宗弟子一脸兴奋 就这点实力还赶出来打劫 但话还未说完 一道粗壮的龙尾就向他扫来 上面的灵脚瞬间在他身上 扎了几个大窟窿 大黑牙本就带有雷电之力 区区引雷符对他根本没有作用 而见血后的大黑牙 不由自主地开启暴龙血脉 从口中喷射出一道巨大的光波 这可是他新觉醒的技能 雷烈好 一些实力不强的参赛者 直接被震晕 而另一边清卓使出了木之领域 二百多头龙将及龙兽 瞬间被秒 诸多龙主及也不过苟延残喘 却在此时 一头尚未龙主的闽光狼龙 发出了一道泯灭之光 瞬间在清卓的翅膀上 打出一个大窟窿 但是对于清卓巨大的体型来说 还不如被蚊子盯上一口 而就在这时 一头赤脚牛龙摸到助明朗身前 但还没有冲进助明朗身前三度 就被从天而降的擎羊砸碎 被包围的参赛者瞬间绝望 正面刚不过 偷袭又失败 纷纷交出锦盒买命 就在助明朗赚了个盆满波买时 场外的领队已经炒翻了田 被抢的家族纷纷举报 助明朗作弊 但逍遥剑派的师叔却站了出来 有实力你也可以强 没实力就把嘴巴闭上 就在这时 云中和却突然叫道 师叔 助明朗又引来了一批人 而就在助明朗默默发大财的时候 九军木已金沙的血流成河 虽然这里有红色锦盒 但是镇守的雕像 各个都有军级的实力 普通的主级高手想要拿到锦盒 完全就是找死 一些小门小派隐隐有的退役 而就在这时 助明朗骑着神圣青木龙震撼登场 并且霸气地宣布 在场的所有锦盒 都是我助明朗的 而你们都给我滚 此话一出众人都笑了 要知道能走到这里的 最低都是上尉龙脊 你助明朗凭什么狂 当即就有人忍不住动手 就让我徐茂 看看当年的天才剑修 还有几分风采 说完就照出一只 巅峰龙主的子火苍龙 助明朗却丝毫不惧 白起 给他降降火 白起应声而出 带着满天的兵刺向前奔去 直接正面硬当苍龙的子火 就在此时一名身着盔甲黄发男子 突然纵身一跃跳出树势上 静止朝着助明朗杀来 攻势之强 助明朗也只能避其锋芒 看着被砸坏的雕像 助明朗心中也是微微吃惊 没想到自己的老对头 皇朝柿子居然如此阴险 暗中藏有军级的傀儡 面对军级强者的进攻 助明朗也不敢拖打 照出自己最强的剑玲珑 瞬间斩出树势剑 皇朝柿子突然吐出一口鲜血 灵魂反噬 原来强大的军级傀儡 居然被助明朗斩成了碎片 而另一边 白起剑主人已经杀了一波 也不准备再继续玩耍 上去就是几个大壁斗 直接将子火苍龙干翻 但现场的人都未关注白起 因为他们心中涌出一个恐怖的念头 难道助明朗的剑道修为已经恢复了 要知道当年助明朗15岁下山 首战就斩杀了军级强者 如果他的实力恢复 后果不堪设想 在场的军级强者纷纷坐不住 不管是身有两头军级龙宠 子宗灵大弟子霍尚军 还是神凡学院的拳王叶广 已经炼制金刚不坏境界的脚僧 鸟山剑宗首席真传的温如梦 都慢慢围了上来 助明朗却是宜然不惧 你们一起上吧 受不了助明朗的狂啊 霍尚军照出自己的龙宠抢先进攻 剑灵龙也不甘示弱 一道巨大的龙影在助明朗身后 若隐若现 霍尚军见识不浅 知道这是传说中的剑灵 急忙叫自己的龙宠后退 但是送到嘴边的猎物 助明朗怎么可能吐出来 一道长约千丈的剑气 瞬间斩下 来不及后退的紫云龙 瞬间被斩成两段 就在这时 拳王已经悄悄逼近 两只巨大的拳头犯着诡异的难关 助明朗却未见丝毫慌张 随手一剑向着前方屏刺 拳王同龙瞬间紧缩 背脊升起一股凉意 助明朗的剑 居然刺破了拳王的护体钢琴 并且距离拳王的脑袋仅剩一毫米 还是靠着吃奶的利己 才显知又显得避过绝杀 而损失了一条龙宠的霍尚军并不担心 照出最后一只军集龙宠金穹龙 想要使用龙岩 将助明朗灭杀 却万万没想到剑灵龙 居然敢直接顶着龙岩逆行 硬生生地将金穹龙的脑袋贯穿 温如梦再也坐不住了 没想到短短时间 就有两人损失了战力 而此时助明朗将剑灵龙召回来后 却发现了一些异常 沾染了个大高手的鲜血后 剑身上的碧血鸣文 居然还差一丝就可以激活 助明朗望向冲上来的温如梦两眼发光 如果能沾染剑尸的血 鸣文必然可以苏醒 助明朗没有丝毫怜香西域之心 狠狠地劈下 硬生生地将温如梦的虎口震裂 成功取得剑尸的鲜血后 剑灵龙却突然发出一声剑银 周身飘散着赤红的剑光 助明朗持剑的右手 更是发生了莫名的变化 助明朗突然心有所悟 口中高声喊道 我为浮游 剑为天红 诸剑灵龙的助明朗到底有多强 仅仅随手一剑 全场的对手就倒下一半 军级以下的参赛者更是慌得一批 只求能安全地返回宗冷 但助明朗却不给他们一丝机会 一招雷霆万军 瞬间将想要逃跑的人垫倒在地 看助明朗的意思 明显是想将全场的人都干掉独占资源 几大军级高手一个眼神的交流 瞬间达成共识 如果不能干掉助明朗 今天谁也走不出这机关城 秒山剑宗的温如梦再次冲出来 不过这次却带着师妹组成剑阵 助明朗却丝毫不慌 猛然把剑插进地面 一股恐怖的剑气突然从地底爆发 瞬间破了调渺剑阵 温如梦被挤升起一股凉意 助明朗大事已成 不可为敌 急忙抽身后退 这大比我秒山剑宗退出 还请助少主手下留情 却为时已晚 一道剑气直接穿过他的臂膀 现场顿时真落可闻 连可以绞杀军级的剑阵都随手可破 这还怎么打 却在此时传来一声轻笑 小女子福宗何清谦 请助加少主赐教 随即数道符咒瞬间射出 并且以诡异的方式组成一个阵法 助明朗瞬间察觉不对 全身仿佛压着一座大山 麻烦了 居然是传说中的千金符 而就在助明朗苦思破阵之法时 皇族子弟赵晨却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并且照出了自己的军级龙宠 毒蛊龙 助明朗没想到你也有惊天 你不是狂吗 再狂一个给爷看看 看着自家龙宠将储存的所有毒液 都射向了助明朗 赵晨心中一阵畅快 终于将这个装插饭给干掉 哪知毒液散去之后 不懈的声音响起 就这 原来在最后关头 助明朗给自己加持了龙凯技能 轻松挡下毒液的侵蚀 但是他仍旧被阵法所困不能动的 就算如此 依旧没人敢上前与助明朗近战 唯有已经败过一次的霍尚军站了出来 因为他的金穷龙擅长远程攻击 再加上和清浅的符咒加持 起码可以将这招金光咒的威力提升以北 要是被击中 就算助明朗身着龙凯也必死无疑 但是不出意外的话又出了意外 助明朗居然在最后关头 强行打破阵法 躲避了攻击 霍尚军气的后槽牙都咬碎了 为什么助明朗每次都能绝地翻盘 但马上他就无心思考 因为脱困后的助明朗彻底暴走了 一是分山剑 直接斩掉金穷龙的龙尾 再一是龙剑 砍掉了金穷龙的下半身 但是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助明朗眼中冒出诡异的魂光 续空中突然凝聚出万道剑气 这是助明朗最后一式剑招 天木剑和清浅急忙扔出一大把符咒 但依旧无济于事 被剑气突破防御打成重伤 万道剑气瞬间将整个战场清扫了一点 唯一还能站起来的 只有提前躲藏好的霍尚军 不对 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刚刚偷袭助明朗失败 悄悄溜走的赵晨 他居然又悄悄回反 并且在助明朗最虚弱的时候 再次发动了袭击 随即一脸的猖狂 我看你这次还死不死 助明朗嘴角流出一丝丝黑血 赵晨活着不好吗 为何你非要回来找死 说完后双指并剑 一道赤红色的剑气冲天而起 而赵晨也彻底从尘事件消失 助明朗身体虽然虚弱无比 但眼中却是一彩连连 主持人 现在所有的锦盒是不是都归我所有 看着到处都是昏迷重伤的参赛者 主持人不由流出一身冷汗 说话也是结结巴巴 当然都是你的 助明朗拿着作证全书 一脸兴奋的向着男龄杀妖功 却不知道此时场外已经吵翻了田 当朝安王一脸的愤怒 助天官 你儿子居然敢是杀皇族子弟赵晨 难道想被一灭九族 助天官却是一脸无所谓 刀都架在脖子上了 难道还不能反抗 就算闹到皇主那里 我也是这句话 而就在这时皇主却传来旨意 招助天官父子入宫 皇主看着助明朗一脸的头痛 当年助明朗刚下山 就斩掉世子赵一格的手脚 看在逍遥剑派和驻门的份上 才放了助明朗一马 哪知这小子刚回来又搞事情 助明朗连忙叫约 皇主我也是被动应战 谁曾想赵晨不堪一击直接打了 皇主陷入沉思 再考虑怎样处理才能让各方满意 素来睿智的皇妃却在此时出言 皇主 助明朗虽有过错但情有可原 不如将他流放三年 皇主心中一喜 还是皇妃伸得他心 即平息了皇族的不满 又撵走了助明朗这脚屎棍 助明朗却毫不在意 正好可以光明正大的待在黎川大陆 却在此时一名绿跑老头 匆匆走进大殿 恳请皇主救救我瑞国 原来瑞国当初派出五十万大军 征讨黎川大陆 却被女军打败 更是反攻到瑞国国都 老头作为瑞国宰相 只能前来求援 而想要解决瑞国危机 只有两种方法 一是皇朝下辖的各大势力出兵 灭掉祖龙城邦 但现在黎川大陆可是住门的领地 谁敢贸然出兵得罪住门 所以只能选择皇妃提出的第二种方案 立即下诏 册封黎云兹为黎川国君 允许黎川大陆拥有自主独立权 住门朗心下一喜 终于将黎川大陆的问题搞定 但现在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跟老爹分钱 这次住门朗可是发了大财 但分着分着住门朗就感觉不对 自己打生打死赚来的资源 为何老爹要占大头 老爹闻言却瞬间麻起一张脸 你拿光住建房的建难道不要钱 见住门朗不为所动 老爹突然扔出一个盒子 盒子里面的可是好东西 带上它可以再增加一条龙虫 但住门朗可不是那么好忽悠的 这破戒只有个鸟用 现在养三头龙已经是极限 还是小钱钱来的实在 老爹实在受不了住门朗这守财奴的模样 直接一脚将他踢出去 想要钱 没门 小恶龙死死地咬住肉残 即使被树头狼铃紧紧围攻 他依然坚持不放弃 这只肉残可是他化龙的唯一机会 男人将小恶龙提起 眼中闪烁着欣喜的光芒 因为村中的长老曾说过 那些有机会化龙的生命 都对肉残情有独钟 而男人想要成为一名慕龙师 就必须契约一只龙铃 所以今天这条小恶龙 他是在必得 原来男人本是急停大陆 住家公子住明朗 却沦落到祖龙城邦 成为一名乞丐 幸好有好心人 失周才不至于饿死 却未料到周里 居然被人下了剧毒 住明朗迷迷糊糊地晕倒在地 当他再次清醒时 瞬间察觉到不对 此地明显是一处牢房 而自己不止全身为这片 大妖子也酸软无比 身旁更是睡着一个 千娇百妹的大美人 就算是个傻子 都知道发生了何事 而且细看女人的容貌 住明朗心中一颤 她的相貌居然跟城中的 雕像一模一样 难道她是 女人却在此时清醒 心中一片苦涩 想自己贵为一代女君 却与一名乞丐春风一度 还是自己主动的 想想都觉得羞耻 住明朗悄悄睁开眼睛 正想着怎么缓解 这尴尬的气氛 迎来的却是女君娇羞的铁拳 不准偷看 住明朗一脸委屈 事都办过了看一眼咋了 但突然神色一变 想到一件大事 他们可还被关在天牢之内 这里不只守卫森严 牢门更是由金刚所住 女君身中其毒 全身没有半点实力 想要逃出去难如登天 就在此时住明朗手中一亮 一只三寸长的小虫 出现在她手上 住明朗心中一喜 这下有救了 原来小虫叫白起 曾经是住明朗的龙虫 虽然现在退化成最初形态 但是咬碎金刚还是易如反掌 住明朗一脸傲娇 还是我的小虫虫厉害 哪只女君望了望下面 确实很小 住明朗瞬间破防 打死也不愿扶女君出去 迎来的却是无数的小拳卷 老娘人都给你了 还磨磨唧唧的 住明朗最终只能屈服于女君的淫威 两人历经牵险终于逃了出来 却发现永城中已经变成一片火海 女君虽然面色平静 但心中已是怒火滔天 是谁这么狠毒 复城主之女慕婉儿出于嫉妒 给女君下药毁掉她的真结 想要攀上这前途远大的慕龙师 她却不知道罗霄早就爱女君入 容不得半点亵渎 罗霄当即就要杀慕婉儿灭口 却不知慕婉儿早将此事传得全城皆知 罗霄气得咬碎了后草芽 陷入魔争 只要将全城的知情人杀掉 女君依旧兵清御劫 当即罩出龙宠流金火龙 将整座永城焚毁 但让她感到不安的是 居然没有找到女君和乞丐的踪迹 女君必须是她的 乞丐也必须死 而还不知招惹了强大敌人的助明朗 却还在撩妹 你现在实力还未恢复 不如到我家暂闭 半夜熟睡的助明朗 突然被一阵哭泣惊惊醒 看着连睡着都还在默默流泪的女君 助明朗生起一股怜惜之情 毕竟谁在一天内 不只权力被夺还失去真结 都会不好受 但第二天助明朗心中只有满心的愤怒 女君居然将她千辛万苦养大的肉残给炸 见助明朗生气了 女君嘟嘟小嘴 我饿了 你家里也没有别的东西可食 助明朗只能含泪上街购买食物 哪知回家后一人已经悄悄离去 还留下一封绝情信 不找不饶 助明朗早知会有这一日 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就在此时身后传来脚步声 本已离去的女君居然去而复返 女君一脸严肃 等会扮演一下我的族人 助明朗正一脸猛逼 院子的大门却突然被人一把推开 原来女君刚准备离去 就遇上了附近正在搜寻她踪迹的罗霄 死皮赖脸的要送女君回家 女君实力还未恢复 可不敢独自跟她上路 只能反身回来 谎称助明朗是自己的侍卫统领 要一起走 助明朗这下彻底明白了 感情是自己的情敌 当即单膝跪下就要整活 女君 组长曾经严令不准带陌生人回家 眼见罗霄的脸色渐渐阴沉 女君才出来打个圆场 罗霄以前是我父亲的侍从 也不算外人一起走吧 而在路上助明朗才知道 昨夜毁掉永城的就是罗霄 并且三番四次的向女君打听乞丐的下落 助明朗心中慌得一批 可千万不要被发现 转眼一想我又不是真的乞丐 只不过在路上被人打劫才没钱吃饭 但随即又担心起来 这罗霄这么疯狂 会不会在中途狂性大发对女君下手 女君却镇定一场 原来这罗霄当初因为偷窥女君练剑 才被族长逐出家族 虽然现在成为了一名慕容师 但仍放不下心中的执念 那就是重归黎家 所以没有回归家族前 他绝对不敢对女君不敬 但罗霄看助明朗和女君这段亲密 却是万分不爽 控制流金火龙故意捣乱 却未想刚好成全了助明朗 占尽了便宜 罗霄一阵气苦 没想到自己会弄巧成桌 而此时黎家大殿中 一只酒杯狠狠地砸在地上 女君被破碎的瓷片划破脸蛋 表情却没有一丝变化 只有满框的眼泪述说着自己的委屈 原来黎家接到一个秘密消息 女君的贞结被毁 收到消息的父亲黎英大怒 连自己的明节都保不住 弹劾保卫着四面楚歌的祖龙城邦 当即就剥夺了黎云姿的女君之位和兵权 就连祖龙神机的继承者 也换成了妹妹男灵莎 助明朗悄悄递上手巾 将脸上的血擦一擦吧 女君却面无表情的措身而过 只有飘洒而出的眼泪 仿佛昭示着布公 毕竟在女儿最需要安慰的时候 父亲却当面来上一刀 是个人都会崩溃吧 却在此时 助明朗的灵域传来一动 白起昨日莫名其妙化成的兵剑 现在却在慢慢裂开 透过缝隙看见重新化作龙形的白起 助明朗心中掀起一股火热 不负他养了三年的残桑 终于有机会重新成为一名木龙师 这次我们一定要重回巅峰 堂堂正正地迎娶女君为妻 也许心有灵犀 女君是女双二 在此时带来一封学院的推荐行 双二更是悄悄鼓励 公子一定要成为一名木龙师 不要让小姐再受委屈 助明朗拿着信满含坚定 三年内 我必会上门求亲 几日后 离川迅龙学院门口 地头蛇方念念 闻听助明朗是来入学的 当即笑出声来 小哥哥长得倒是挺俊 但是想得更美 看你穿着朴素 还没有幼灵 凭什么进迅龙学院 助明朗当即就来气了 不如我们打个赌 要是我进去了 你这框桃送给我 方念念也不甘示弱 要是你进不去呢 那我就将你的桃全部买了 方念念做了个鬼脸 她才不信助明朗能买光她的桃 要知道她家可是这里最大的批发商 好在助明朗顺利进入学院 不然今天脸就丢大发了 当即就要方念念兑现承诺 我的桃拿过来吧 每只方念念充儿不闻 将助明朗憋出一身内伤 凑够五人后前往学院的航班正式启航 但是到达学院后的第一件事 却不是报道 而是挑选一只属于自己的幼灵 但是这些杂灵 一千只也未必有一条画龙的存在 助明朗却发现了了不得的东西 这只小恶龙居然无事准备好的肉款 而是盯上了一旁的肉残 并且认其他幼灵如何殴打 他都死不松口 助明朗欣喜若狂 喜欢吃肉残 并且头上还有只小龙脚 这可是妥妥能画龙的存在 小恶龙 以后跟哥混怎么样 哪只小恶龙直接一抛尿滋在他脸上 一脸的不屑 见助明朗还不放手 小恶龙开始嚎嚎大哭 助明朗却在此时掏出一只肉残 跟哥混 每天肉残管够 小恶龙转眼就变脸 当即嗷嗷叫的表示同意 助明朗毫不迟疑的咬破指尖 点向小恶龙的额头 你是我的第二只龙虫 就叫小黑牙吧 他明明是水中的霸主恶龙 却根本不会游泳 为了不被同类嘲笑 小黑牙准备练习基本功两年半 最近很多宝子问我 圣龙骑士这部漫画在哪看 我来教大家一下 首先下载QQ阅读软件 输入圣龙骑士 搜索出来的第一个就是 漫画名是小博起的别名 宝子们下载后 小果会有一点小小的收入 这也是小果继续创作的动物 最后谢谢宝子们的支持 本漫画会持续更新 它明明是水中的无敌霸主恶龙 却不会游泳 作为主人的助明朗都看不过眼 当即在家中挖出水塘 先让小黑牙适应水性 随后又制定了一系列的训练计划 吃足喝饱之后 就来到附近最大的河流 作为水中霸主 怎能不具备在江河中的作战能力 乃至小黑牙入水三分钟就遇到危险 助明朗心急如焚 再也顾不上什么训练 静止跳入水中将小黑牙接住 但是他却忘记了自己根本不会水 还好身前有一截哭怒救了他一命 用尽全身力量将小黑牙扔上岸 但还没等他从刚才的恐惧中恢复过来 就听见咔嚓一声 救命的哭怒居然在此时断了 这下真的要出事了 小黑牙眼见主人遇到危险 脸色一正 眼神中更是满含坚定 毫不犹豫地再次跳入水中 小黑牙拼命地奔行 气势开始不停地上升 全身更是冒出丝丝红光 四肢在一瞬间居然长长了一大截 原来头上的小银角也突然长出一寸 随着他的一声嗡嗡嗡 小黑牙的血脉居然在绝境中提前苏醒 在水中行进如履平地 但他离柱明朗实在太远 救援根本来不及 只能眼看着主人砸进瀑布而无能为力 柱明朗已经做好了落水的准备 但是一块石头却突然将他接住 准确地说应该是一头蛟龙 用自己的龙脚顶住他 这里是离川殉龙书院的地盘 肯定是哪位师兄师姐的龙虫 突然一个温柔之性的声音传来 小小年纪 怎么就如此轻声 柱明朗连忙跳下来 正要跟这位师姐解释 小黑牙却在此时从瀑布上空冲了出来 他还一脸的疑惑 怎么水都不见了 却发现自己正深处半空之中 顿时慌的一批 索性蛟龙用鼻子将他顶住 才不至于掉下去 看着冲自己嗷嗷叫的小黑牙 柱明朗一阵惺喜 小黑牙居然这么快就进阶了 这只幼灵不错已经出窥龙门之路 好好培养起码能成为一只龙将 听到师姐出言鼓励 柱明朗这才想起答谢她的救命之恩 小黑牙也心有所感 小爪子抱拳做得有模有样 告别师姐后 柱明朗带着小黑牙准备回去进食 心中更是暗自高兴 凭小黑牙现在的实力 再遇见那几只狼铃 肯定能打得他们满地找牙 哪只小黑牙却是一脸的不屑 而是望着远处的蛟龙嗷嗷叫 这个大个子才配当我的对手 谁曾想刚还雄心万丈的小黑牙 回家后瞬间泄了气 望着柱明朗一脸的委屈 明明答应本宝宝肉藏广告 居然给我狗都不吃的石斑鱼 你个大骗子 而满心愧疚的柱明朗 只能大清早就去楚龙殿做任务 整整掏了三个小时的龙粉 才换来这一筐肥瘦的肉残 当柱明朗回到家时 小黑牙正生无可恋地啃着石斑鱼 不过看到这整整一箩筐的肉残 小黑牙顿时双眼放光 嫌弃地吐掉口中的鱼肉 嗷嗷叫地直接钻进肉残堆里 直到将所有肉残全部消灭掉 小黑牙才心满意足地躺在地上 柱明朗此时却一副阴谋得逞的样子 小黑牙既然吃饱了 那就起来干活 原来柱明朗知道 光靠自己打个灵弓肯定养不活小黑牙 所以早早地到任务大便搜寻合适的任务 没想到还真被他找到了 轻脚斑斓鱼妖 不只有一颗金沙当作报酬 更能训练小黑牙的战斗能力 但是事情也没有柱明朗想得那么简单 斑斓鱼妖不只是团队作战 还能利用鱼须感知危险 小黑牙在水中游了两个时辰 都没有摸到鱼妖一根毫毛 更是累得瘫软在地 老大我不行了 你得想想办法 柱明朗眼珠一转 看来还是要狠抓基本功 当即带着小黑牙来到老地方 准备利用瀑布前这一段河流的急速 训练小黑牙的速度和爆发力 每天八小时的训练 都会耗尽小黑牙的全部体力 但只要柱明朗使出肉残这个杀手锏 他马上就能原地复活 经过短短七天的训练 小黑牙不止在水中的战斗力大大提高 就连身体也长大了一圈 再次来到斑斓鱼妖肆虐之地 小黑牙宛若虎入羊群 进去就是一阵嘎嘎乱杀 柱明朗拿着任务奖励的惊杀 心中一松 终于暂时不用担心小黑牙的食物 一名娇俏的妹子却突然将柱明朗拦下 小哥哥让我一阵好找 你可是说好要买光我的桃 原来七天前两人曾经打赌 要是柱明朗能进黎川学院 方念念就送她一框桃 反之要是没进学院 柱明朗必须买光念念家所有的桃子 方念念笃定柱明朗进不了黎川学院 这几天没事就在找她的下落 哪知柱明朗真的拿出了黎川学院的信物 方念念一脸惊讶 你还真进去了 你的龙的放出来我看看 不要转移话题 我的桃呢 今天的卖完了 有时间我亲自给你送过来 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柱明朗突然想起白旗马上就要苏醒 还得去找找哪有花蜜 柱明朗用金沙化了七框肉残七罐花蜜 方念念却在此时扔下柱明朗 向着刚来的女人撒娇 姐姐你越来越漂亮了 柱明朗看到来人却是脑中一片空白 这时的她只有两个念头 女君怎会跟方念念认识 随后又是狂喜和感动 云姿你是来看我的吗 却未料到女人看柱明朗的眼神 如同一个陌生人 方念念更是一脸嫌弃 这搭讪的水平也太陋了 直到方念念不知从哪里掏出一个头 蓝灵莎姐姐吃桃 花蜜全部搬回家时 她的灵域传来一阵异动 沉睡了十日的白起终于苏醒 并且这次进化 明显感觉到白起的潜力更强了 小黑鸭还是第一次看见白起 当即打了个招呼 小白白你好漂亮啊 哪只小白不屑地瞟了她一眼 小黑鸭瞬间就被冻成了冰雕 看着两宠能友好的相处 柱明朗开怀大笑 但瞄到正往学堂走的同学 当即慌了 他瞄的 今天还有一堂重要的专业课 差点就忘了 到了学堂后 柱明朗一如既往地默默看书 等待老师到来 却未料到有人想将他当枪使 自认是班上平民首领的王振 想要挑战贵族弟子南叶 但是他不清楚南叶的真正实力 不敢亲自出手 准备找人去试试水 眼睛望向南叶口中却说道 告诉大家伙一个秘密 别看我的狼铃已经开始化龙 但在柱明朗面前就是个渣渣 南叶这贵族公子可没半点心机 当即重击一脸不屑 一个扫龙份的能有什么实力 一天抱着只杂毛昆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凤凰呢 这可把正在享受主人撸毛的白旗惹怒了 当即就挣脱住明朗的双手飞了起来 乃兄乃兄的表示 你才是杂毛昆 你全家都是 南叶心高气傲 怎么可能受得了这种侮辱 当即就要照出龙筹 给白旗一个教训 看到南叶从陵域中照出一只绿龙 王振都吓傻了 南叶居然已经有了陵域 那可是慕容师的标志 自己居然做死的想挑战慕容师 而场上的战斗已经开始 绿龙从口中突出一道巨大的毒气 向着白旗射去 没能想到这不起眼的残宝宝 在经过七天的吐司节俭 竟然进化成一头冰城白龙 面对体型起码比自己大几十倍的绿龙 白旗心中没有一丝畏惧 潇洒躲过攻击后 就开始施展自己的冰锋融合法术 风系的速度加上冰系的攻击令 仅仅一招就战胜了绿龙 烟雾散去之后 白旗还是微信地站在绿龙的鼻子上 轻轻地拍了拍 大个子服气了吗 所有同学都没想到战斗结束得这么快 在白旗回到助明朗肩上之后 不止全班同学投来敬佩的眼神 班上仅有的两名小姐姐 更是一左一右将助明朗抱住 朗哥哥 你的小龙龙好漂亮 我能陪他一起玩吗 在助明朗风光无限之时 男叶却只能强忍着怨恨 将自己的龙宠召回 也许感受到主人的愤怒 绿龙的眼中突然闪过一丝异光 周身突然缠绕着道道绿藤 气势更是不停地上升 男叶不敢置信 自己的龙宠居然在此时境界了 看着比刚才还庞大被鱼的绿龙 助明朗果断地认识 男叶同学这一局我认输 一胜一负 咱们就算个平手如何 哪知男叶并不领情 战斗才刚刚开始 助明朗可不想白旗受到伤害 当即就准备认输 哪知白旗突然冲天而起 落在绿龙身前一脸严肃 大个子我们继续 让我看看你进化后的实力 绿龙仿佛感受到白旗的蔑视 发出满天的藤刺 准备给这小不点一点厉害瞧瞧 白旗毫不慌张 并且发出道道冰锥抗衡 利用自己身体娇小的优势 在藤刺内左突右冲 居然进入了绿龙防御 最薄弱的近战区 绿龙心中暗道不好 凭他巨大的体型近战肯定吃亏 把心一横 使出刚领屋的群体攻击技能 一个月只能用一次的毒漫天下 数千道毒液向着四方飞射而去 其毒性之强堪称处之则废 见到绿龙使出这样狠辣的技能 白旗也打出了真火 用兵系法术进行防御后 使出风系法术再次快速贴近绿龙 助冥朗还担心绿龙再次使出刚才的技能 已经准备好随时将白旗召回灵域 哪知白旗居然早就准备好大招兵刺 并以八百麦的速度狠狠刺进绿龙的眼睛 只听学堂内传来一阵凄厉地龙吼 绿龙巨大的身体彻底瘫软下去 南夜不敢置信地跪在地上 怎么可能 我的明明是真龙 为何会败给一只杂铃 随即朝着助冥朗发出怒吼 你这到底是什么龙 绝对不可能是杂铃 助冥朗一阵错愕 谁告诉你这是杂铃 我这可是 话还未说完 身后却突然响起一道温婉的声音 那是冰尘白龙 具有最古老高贵的血统 原来龙族有三种血脉 分别是使用战绩的古龙 施展法术的巨龙 还有具备悬术的苍龙 比如南夜的绿龙掌握的是绿灵法术 就是一头标准的巨龙 而助冥朗的冰尘白龙 则同时拥有巨龙和苍龙的血脉 属于极强的变异血统 而按照真龙实力划分 有五个等级龙子龙将龙主龙军龙王 绿龙就算进入完全期 最多也就是龙将级别 而白旗只要资源能够跟上 成为龙军轻而易举 段兰老师望向助冥朗一脸笑意 你很不错 说完将一瓶商药递给南夜 你要感谢助冥朗最后手下留情 绿龙的眼睛只是破了点皮 擦点药就能痊愈 此时的南夜心中百感交集 想恨助冥朗却提不起半分力气 下课后助冥朗却陷入沉思 白旗只觉醒了法术 还未觉醒玄术 这个阶段花蜜必须管够 生活的压力再一次来到他身上 而段老师却在此时找上助冥朗 想要他帮个忙 这名知性大美人上次可是在瀑布前 救过助冥朗和小黑牙一命 助冥朗当即同意 只是苦了小黑牙 原来离川学院的湖中 突然出现一条大鸣鱼 段老师的任务就是将它除掉 但此鱼甚是狡猾 只要感受到段老师龙宠战川龙的气息 就死活不露头 无奈之下 只能找小黑牙充当诱饵 在经过段老师温暖的抱抱后 小黑牙毅然地跳进湖中 绊住香后 一道巨大的阴影出现在水面下 小黑牙已经吓得哭爹喊娘 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大鱼 看到小黑牙遇到危险 助冥朗已经忍不住要将它召回领域 段老师却在此时开口阻止 小黑牙潜力不高 只有让它不断地突破极限 才能真正地化作真弄 助冥朗知道老师说的是实话 只能悄悄地将手放下 但眼神仍然紧紧地盯着小黑牙 你一定要扛过去啊 水中的形势却异常地凶险 大鲤鱼的巨口离小黑牙只有一步之遥 小黑牙却在此时停住脚步 反身朝着大鲤鱼发出一声怒吼 大鲤鱼没想到猎物居然敢反抗 被打得措手不及 硬生生被小黑牙刚领悟的战绩 重了脚机顶犯 就在这时一只隐藏在暗处的战川龙突然出现 一口狠狠地咬向大鲤鱼柔软的腹部 助冥朗却在此时分外紧张 因为小黑牙不知何时已经失去踪影 却不知它刚已爆发了全部的实力和勇气 整条龙提不起一点力气 还是靠着战川龙才将它救上来 但是战川龙不止没有看不起小黑牙 还对它赞赏有加 小黑牙文言备受鼓舞 瞬间有了精神 而另一边段老师正在采集鲤鱼的魂力 更是将凝聚而成的妖珠当作报仇 这可以让小黑牙加快进化 还额外赠送了白起一罐双数花花蜜 助冥朗没想到花蜜还有其他种类 白起明显更喜欢这种花蜜 助冥朗当即决定前往图书馆 恶补一下养龙的常识 却被她发现了了不得的东西 这到底是她的女军媳妇 还是有过一面之缘的男灵沙 分不清楚的助冥朗只能出来打个招呼 但见女人一脸的高握模样 助冥朗瞬间就明白这是女军黎云姿 你是来看我的吗 哪只话刚出口 女军的手就掐住了助冥朗的脖子 助冥朗瞬间明白女军是来杀她灭口 毕竟自己把她给内扣 还闹得整个城邦都知晓了 助冥朗没有一丝反抗 唯一不明白的就是 既然要杀她 为何要给她离川学院的推荐性 女军却在此时全身发抖 最后实在忍不住了才笑出声来 原来此人正是男灵沙 而且还是女军黎云姿的双胞胎妹妹 只是随了母性 今天找上助冥朗 只是想看看传说中的小乞丐 到底是什么样子 好在模样过得去 能甘愿赴死也算有担当 不过因为满城的风言风语 作为跟女军长的一模一样的妹妹 走在外面就难免被误认作女军指指点点 毕竟女军被乞丐给那个 在哪里都是天大的丑闻 这一切自然被男灵沙算在助冥朗头上 但是助冥朗也是满心委屈 只不过喝了碗毒粥 哪层想就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存在 幸好身份没有曝光 不然随时可能惨死街头 在男灵沙走后 助冥朗对实力的提升愈发迫切 只有成为强大的慕龙师 才能为女军证明 当即准备拿出压箱底的绝活 要知道他们住家的锻造术可是天下无双 只要能锻造出盔甲并且卖出去 不止两宠的资源不用愁 还能为他们打造龙铠 实力更胜一层楼 说干就干 助冥朗将大黑牙托付给方念念后 就准备闭关打造铠甲 却不知女军已经陷入危机 她明明是水中的霸主恶龙 却不会游泳 为了不被自己的女神取笑 小黑牙准备悄练习浴水术 却在此时 一头重伤的蛟龙从天而降 小黑牙心瞬间提到嗓子眼 蛟龙居然是她的好兄弟战穿龙 岸上的方念念却突然一脸焦急 大黑牙快回来 原来循着龙穴的香味 方圆百里的水腰都围了上岸 大黑牙雀手在战穿龙身旁 宜然不惧 想动我兄弟 除非从我身体上踏过去 原来一月前龙骨城出现大汗 不得不向黎川学院求援 黎川学院当即派出两名老师和精英学子 段老师的战穿龙身具悬术 负责其与换雷 性格暴躁的柯北老师负责此行的安全 哪只刚到地方 柯北老师就向龙骨城城主发难 既然是大汗 为何一个月才上报黎川学院 要知道龙骨城可是前线要塞的粮仓 战略位置极其重要 不容有失 城主正于确实一脸苦笑 原来他已经向祖龙城邦连发13道球员 却没有一丝回应 柯北老师明白 肯定是祖龙城邦内部有问题 但是黎川学院从不参与任何纷争 柯北老师并没有深究 夜晚 段老师却突然找到住民浪 希望他去探查一下附近的河道有无堵塞 要知道龙骨城可是产量重地 有着最先进的灌溉体系 就算大汉也不至于河道干涸 果然住民浪往上游走出实力后 被他发现了一丝异常 河道上方居然有人工修建的堤坝 而水滴里的蓄水量 别说灌溉干甜 就算淹没龙骨城都绰绰有余 这其中势必有问题 住民浪急匆匆地准备向老师汇报 却被城主郑鱼拦下 原来早在祖龙城邦没有回应时 郑鱼就敏锐地察觉到 前方的要塞可能已经出了问题 四周的通信路线已经被封锁 能联系上黎川学院应该只是个意外 住民浪心思敏捷 瞬间明白上游的水滴 是郑鱼和龙骨城的最后一线生机 毕竟想要以龙骨城区区几千士兵 防御整个无土大军 除了用水攻别无塔法 而黎川学院的这场大雨 让郑鱼的胜算在天几分 而就在此时 城外传来沉重的狡号声 上百万的无土战士向着龙骨城冲去 收到消息的黎川学院师生只能撤退 虽然他们也是祖龙城邦的子民 但在加入黎川学院的那一刻 就不得参与大陆纷争 因为他们有更强大的敌人 恶龙 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龙骨城被攻破 而无能为力 却在此时 十里外的水滴爆发出一声巨响 河水带着万军之力奔腾而下 瞬间将无土的前锋军淹没 而龙骨城前面地势低洼 河水倒灌后形成一条天然的护城河 起码能为龙骨城争取三天的时间 所以必须在三天内带回援军 祖明朗不再迟疑 当即将龙骨城的实情告诉老师 听到前方要塞居然已被攻破 断岚老师当即决定兵分两路 带着祖明朗前往祖龙城邦球员 其他学子回返黎川学院 却未料到往祖龙城邦方向前行了三十里 就遭到祖击 而且让祖明朗万万想不到的事 祖击之人会是他 刚刚回归离家 就被任命为前线要塞统领的罗霄 堂堂边境中将居然背叛了城邦 知道这是一场生死之战 两位老师不敢留守 断岚老师照出身具悬术的战川龙 柯北老师的则是擅长火系法术的龙银 一龙一鹰本就相熟配合默契 战川龙使用水系悬术进行防御 龙银则在后面叙事准备放大招 凭借这套组合剂 两宠曾经战胜了不少比他们强大的敌人 哪知正在叙事的龙银背脊 突然升起一股寒意 罗霄的流金火龙居然直接突破战川龙的防御 并且一口狠狠地咬上龙银的脖子 战川龙一脸的悲愤 赶紧使用身体将火龙紧紧缠住 试图救出好兄弟龙银 哪知流金火龙微微发力 就将战川龙和龙银震飞 作为龙虫主人的两位老师 也当即受到重创 刻北在柱明朗的搀扶下站起身来 罗霄 你居然敢截杀我黎川学院师生 要是被学院知晓 你必死无葬身之地 罗霄却是不屑一笑 那只要无人知晓不就没事了 说完流金火龙就喷出一道强大的火焰 想要将柱明朗三人活活烧死 关键时刻 柱明朗的灵域传来异动 还是幼年期的白起却在此时跑出来 使用兵器法术将他们护住 待烈火消散后 更是主动向流金火龙发起冲锋 但白起心中知道 流金火龙不是他可以战胜的 所以他的目标正是火龙头上的罗霄 却未料到罗霄早有准备 全身瞬间遍布战甲 白起只能在最后时刻转变攻击方向 将封系法术封勇射向罗霄的脑袋 但罗霄毕竟是龙将级的慕龙师 硬生生在最后关头成功躲避 仅仅损失了一只眼睛 而反应过来的流金火龙 对着白起就是一口龙眼 并且在白起仓皇躲避时 伸出一只巨爪抓向白起的脑袋 这要抓实了 白起肯定领和饭 好在关键时刻 战穿龙使出悬术蟒窝 死死地将流金火龙的手拉住 白起才能显至又显地逃过一命 而一边的柯北老师见机会难得 照出自己的第二只龙宠尼龙 你们先走 我拦住他们 一旁的段老师和著名朗却面露恐惧 一只巨大的龙爪直接贯穿柯北的腹部 罗霄居然还有第二只龙宠 柯北老师只说了一句 快走 就倒地身亡 罗霄擦拭着眼角的鲜血 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逃 丽爪龙也是一脸的宁笑 准备结束柱明朗二人的小秘 激紧的白起却在此时发出道道兵刺 阻拦了丽爪龙的进攻后 抓起柱明朗就开始跑路 柱明朗急忙将段兰老师拉上 一定要保住有用之身 柯北老师的仇必须血债血肠 却在此时缠绕在流金火龙身上的战穿龙 再次被震飞 好在段老师提前准备好召唤术 在最后一刻将战穿龙召回 但是罗霄怎会让他们将消息带回祖龙城邦 穷追不舍 数个时辰之后 柱明朗一行终于逃进黎川学院范围 却未料身后的流金火龙突然加速 而白起毕竟还是幼年 体力早已消耗殆尽 眼看巨大的龙爪就要落在他们身上 本以重伤的战穿龙 却强行从灵域中冲了出来 一脸的悲壮 还是熟悉的话语 你们先走我来殿后 和刚死去的柯北老师和其相似 段岚老师想强行将龙宠召回 却失败受到反噬 直接重伤陷入昏迷 所有的压力瞬间来到柱明朗身上 是站还是走 仅仅一瞬间柱明朗就有了答案 白起使出最后的体力 向前奔去 看到柱明朗要跑 罗霄直接放弃战穿龙准备追上去 哪只战穿龙把身体硬生生送进火龙的口中 也要为柱明朗争取时间 看着被咬的没有一块好肉的战穿龙 早已跑出树里的柱明朗发下显示 此仇不报是不为人 罗霄心之已经追不上了 只能扔下战穿龙快速撤退 回到学院柱明朗立马找来长老 还好回来得及时 才保住段老师一命 将老师托付给长老后 柱明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前往祖龙城邦求援 却在此时同学王震找到柱明朗 有个姑娘说你家的小黑牙 正在瀑布下被群腰围攻 柱明朗一听顿时急了 照出白起就往瀑布赶去 哪知赶到时 小黑牙已经生死不知 刚满约的小恶龙 为了救三岁的大哥战穿龙 就算面对数百只水妖 依旧死战不退 哪怕是剧毒无比的蛇妖 小黑牙也敢狠狠地咬上一口 并且暴力地扯成两段 凭借着这不怕死的镜头 硬生生地挡住群腰的进攻 而就在此时 她的心中生起一股警觉 原来一头狡猾的蛤蟆精 居然悄悄摸到了战穿龙身后 此时的小黑牙只有一个念头 你敢动我兄弟 我必将你千刀万挡 也许因为这强大的信念 小黑牙的速度瞬间增强几倍 硬生生地在最后关头 将这只狡猾的蛤蟆精动穿 小黑牙不怕受伤也不怕战死 却怕好兄弟再也睁不开眼 所幸战穿龙虽然全身没有一块好肉 但好歹还剩下一口元气 见战穿龙睁开眼 小黑牙一脸振奋 大个子坚持住 我主人马上就要来了 而当助冥狼赶到时 小黑牙身前已经堆满了各种水妖的身体 听到主人的呼唤 小黑牙心中的大石终于落地 但在最后这一刻 他仍死死地守护在战穿龙身旁 看着遍体鳞伤的小黑牙 一股前所未有的愤怒充斥在助冥狼心头 感受到主人心情的白起 直接放出大招冰雪满天 冰系法术在水中的伤害起码增强数倍 受到死亡威胁的水妖纷纷逃窜 但白起怎会让他们如愿 一个不流沙的干干净净 看着栗战昏迷的小黑牙 连平日高冷的战穿龙也不由心生敬佩 将小黑牙和战穿龙带回学院 确定他们伤势并无大碍后 助冥狼就匆匆赶往祖龙城邦暴行 乃至在他走后不久 小黑牙就发生一变 不止全身伤口快速浴阁 身上的恶龙皮也在缓缓退去 并且全身还在不断渗出鲜红的血液 血液中还发出耀眼的金光 没有经验的小黑牙当即不淡定了 难道我要死了 开始淘淘大哭 说到底他还只是个刚满约的宝宝 这把负责照顾小黑牙的女孩吓坏了 急忙去找自己的师父 却未料到小黑牙是因为经历生死大战 激发了全身的潜力 拖去凡胎成功化龙 小黑牙一脸兴奋 我化龙了 只等主人回来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却不知助冥狼遇上天大的麻烦 刚到祖龙城邦就遇到一对士兵盘查 而且这些士兵的盔甲样式陌生 根本不像祖龙城邦之人 更诡异的是还带着迎亲的花脚 并且助冥狼拿出黎川学院的身份令牌 这些士兵貌似也根本不认识 助冥狼敏锐地感觉到 这批人绝对有问题 他明明是百战百胜的女军 却被家族视为奇耻大鹿 家主亲自下令剥夺了他的军权 恶毒的后母 更是将他许配给敌人为截 原来缺少女军统领的西线军团 被凌霄城邦打得节节败退 家主为了维护自己可怜的威严 拒绝重新启用女军 还不顾臣子们的反对 采用恶毒后母的和亲政策 将女军嫁与凌霄城邦的 顽固二公子威脅 想要借此缓和局势 女军手下的大将纷纷劝说 希望他能召集救部重立城邦 但他却不想背负着千古骂名 并且女军相信他看好的男人 一定会在最后关头 踏着七彩相遇 救他于水火 却未料到著名朗 正被几个小兵拦在城外 而当三日后 林霄城的使者终于赶到离家时 家主老怀大卫 就算没有女军 他一样可以平定战士 却未料使者突然撕毁以前的邪定 一脸的嚣张 提出重新签订义和书 不只要女军嫁到林霄城为妻 还要每人两百名 并且割让西边四城 本就感到屈辱的武将 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愤怒 拔出长刀 老子杀了你 哪只使者却仍旧淡定地吃得早 你们恐怕还不知道吧 你们的东线要塞已经被无土崩破 大军已经杀尽祖龙城邦 满朝文武一听顿时大惊 为什么我们没有收到消息 而家主从使者中的态度中推断 这是很有可能是真的 城邦如果被两面加工 必然有灭成之威 而一心想将女军嫁出去的后面 此时心中慌乱如麻 他可不想女军借此重掌兵权 赶紧向家主敬言 副军 答应他们又何妨 等我们解了东线之威 再夺回来就是 家主素来优柔寡断 一番犹豫后正要答应新的协定 女军却带着著名狼闯入大殿 我祖龙城邦永不割地 使者闻言心中一惊 他面对祖龙城邦 其他人可以趾高其扬 但是看见压得整个灵霄城邦 抬不起头的女战神 却不得不起来攻身行礼 这是对强者的尊重 而且女军即将嫁入灵霄城 哪怕只是个小妾 名义上也是她的主子 哪知女军却突然将手中的血带砸在地上 使者看看这些人你是否认识 使者心中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 打开布袋后 使者心中不由吸了一口凉气 居然是灵霄城邦大将的人头 原来使者前来一盒是个幌子 暗中早就派出大军偷袭西边四城 却不知女军根据著明朗的情报分析 迎亲队伍居然在城外盘查过往商举 肯定怀有一心 暗中召集救部埋伏在西边四城 打了灵霄城一个措手不及 还成功将灵家二公子俘虏 使者不敢置信 这么周密的部署怎会失败 随即反应过来 现在的关键可是怎样保住自己的小命 赶紧向着女军磕头请罪 完全忘记了刚来时的嚣张模样 却不知女军根本没想杀她 因为这合议还是要签的 不过双方的位子对调了而已 女军从主母手中抓过一盒书 重新修改了上面的一盒协定 想要你们家二公子活命 就给我按照这合议上的约定来办 哪知使者看了眼约定不敢置信 颤颤巍巍的表示 女军是否还有补充 而另一边家主已经从祝明朗口中得知 居然是自己的心腹大将罗霄 背叛了整个城邦 家主顿时心灰意冷 可能自己真的不是一名合格的军主 看着身后的女儿黎云姿 以后城邦的未来就交给你了 随即招到天下 即日起 恢复黎云姿女军之位 统领全国军位 包括最精锐的飞鸟营 但女军文言却未有半分喜色 因为东边的戎骨城危在旦夕 未料本事紧张的驰援行动 却成了祝明朗的福利局 这种待遇绝对是全城邦独一份 而且祝明朗的理由也是光明正大 为了不掉下去 报警一点不是理所当然 就这无耻的嘴脸 后果肯定是被女军狠狠地踹下去 而当女军二人赶到戎骨城时 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 所幸飞鸟营提前到达战场 戎骨城才没有失守 哪知女军却突然下达一个诡异的命令 将飞鸟营即刻撤离战场 祝明朗都正麻了 祖龙城邦唯一的军队撤离 还拿什么对抗无土的大军 女军确实不屑地挑了祝明朗一眼 随即飞到布满无土士兵的城门上空 召唤出自己的本命神剑 瞬间发出一道长约千丈的剑气 硬生生斩出一道深约十丈的巨风 女武神凌空而立 凡是踏过此凤者视为暴军 一律格杀勿论 裂缝之外的极为良民 我承诺可以帮你们度过这个冬天 士兵们面露迟疑 还有这段好事 二首领建军心动摇暗道不好 当即挺身而出 这是娘们的缓兵之计 我们只有攻下城池 建议自己的城邦 才能永远摆脱饥饿和寒冷 士兵闻言瞬间受到不误 再次气势汹汹地准备冲锋 祝明朗急忙抢在女军前面冲出去 必须干掉这领头的首领 不然凭他们二人绝难抵御大军 祝明朗没有留守 上来就直接将二首领冻住 却未料到反而激发出 无土士兵的血气 进攻越发勇猛 祝明朗只能把心意狠 招呼白起直接开出大招 将最前面的几百士兵全部封住 才将大军的攻势压下来 加上统领已死没了主心骨 士兵们顿时不知所措 女军却在此时走出来 相信你们很多人都听过我的名字 我叫黎云姿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 我保证你们能活过这个冬天 无土大军中却突然走出一名子发男子 女军的威名我张托也有耳闻 信誉无双 但我这有上百万的士兵妇孺 想度过这个冬天 需要的粮食却是个天文数字 女军却在此时抽出长剑 狠狠地在手掌上割了一刀 举着正在标写的左手 我已经派了大军前去酝粮 如果我血流尽之前还没到 我黎云姿这条性命送你们又何妨 士兵文言纷纷扔掉兵器 跪地磕头 女军大人高义 女军却在此时缓缓地向后倒去 著名朗急忙将女军接住揽在怀里 她这才知道跟林肖成签订的合意 就是这一批过冬的粮草 这时女军早已计划好的 因为她知道无土大军 说白了就是一群活不下去的农民 只要能吃饱饭 谁没事提着脑袋造反 终于在黎明到来之前 飞鸟军带着物资顺利返回 无土之乱终于结束 但是女军因为流血过多 需要卧床疗伤 助明朗不放心他人 只能自己亲自照料 虽然其中出现了一些小差距 但是两人感情确实与日俱增 更如平常的夫妻般无所不谈 知道白起就是当初 救他们出牢房的小虫石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平日高冷的女军都羞红了脸颊 而让女军意外的是 助明朗居然认识妹妹南灵莎 说起南灵莎时女军一脸苦涩 她不知道这次失权 背后有没有男士的影子 因为她的存在影响了太多人的利益 助明朗却突然一脸严肃 不管如何 我都会永远站在你身边 女军一脸感动 请到农时正要发生点什么 城主正于却突然打开房门 准备汇报无土荒民的安置情况 但看见里面的情景瞬间慌了神 貌似我发现了了不得的大事 作为小机灵鬼的她 瞬间关门逃生 却未想到助明朗 也被休息的女军一脚送了出来 而一个月后 当助明朗回到学院时 却发现小黑牙已经长成了大黑牙 并且已经成功化龙 助明朗当即咬破自己的指尖 将血滴在大黑牙的龙脚上 原来当龙灵化龙成功后 就需要再次与主人签订契约 这就可以自由出入主人的领域 可以随时待在主人身边 而在大黑牙进入助明朗的领域后 她明显感觉自己的武感更强 并且领域内多出一扇漂亮的光门 光门内漂浮着一颗蓝色的魂珠 助明朗接过魂珠后 瞬间明白了她的用法 原来万物皆有魂力 而木龙狮只要利用魂珠 吸收其他生灵的魂力 龙宠就能快速进化 就在此时白起却扔出一颗珠子 里面有数不清的金银珠宝 助明朗一脸惊讶 白起 你不会用乾坤法洗劫了一处龙血吧 白起悠悠地表示 是的 而就在此时 一只体型娇小的幼龙谨慎地爬了出来 森林龙仅仅出生三天 就被哥哥打落山崖 一旁的母亲不止冷眼旁观 还对救援的助明朗发起进攻 原来小森林龙天生血脉残缺 这在森林龙族看来是奇耻大了 必须龙道毁灭 但经过学院长老的探查 小森林龙血脉似乎有些不寻常 如果能将其激发前途不可限量 当即叫来自家的小徒弟灵儿 给森林龙喂点南木制 哪只灵儿却一脸的不情愿 原来这一个月大黑牙之所以能茁壮成长 全靠他每天好吃好喝的招待 哪只助明朗回来后居然不认长 这次如果不把上次的生活费解了 想要南木制 没门 不出意外的意外 助明朗再次逃单了 因为他所有的钱都花费在这套龙凯上 就在此时铸造房的老王 一脸焦急地找到助明朗 原来不知是谁暴露了他的身份 他被女军宠幸的事已经天下皆知 现在外面找助明朗都找疯了 老王更是劝他去韩国换张脸 但助明朗却是一脸无所谓 凭他的实力 早就不需要躲躲藏藏 再说这画像画得这么丑 相信肯定没人认出他 哪只转眼就一群公子哥找上门来 为首的尹家公子一脸嚣张 小子 外面传言的乞丐是不是你 助明朗一脸看傻子的表情 你看我像乞丐吗 那啥还不是水到渠成 几名公子一听 感觉心瞬间碎成了几半 尹公子更是激动异常 果然是你小子 你凭什么能得到女军的青睐 我要跟你一对一单挑 助明朗却拍了拍尹公子的肩膀 小朋友回家去吧 我没兴趣陪你玩 这漠视的语气瞬间让公子哥们破防 各种屋檐向着助明朗扑来 小子 不要像着娘们一样磨磨叽叽的 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 助明朗决定不再忍让 挑战我接下来 但是我要打十个 女军的绯闻 难有挑战十大公子的消息 瞬间传遍整个学院 全校男子疯了班 涌向河流战场 更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高高在上的女军也亲临现场 并且跟助明朗一脸的亲密 这让观战的男同胞纷纷上火 不可能 这绝对是幻觉 尹公子更是要气炸了 恨不得自己能取而代之 十大公子纷纷照出龙宠 今天一定要将助明朗捶爆 却只有助明朗知道 这不是女军 而是女军的包妹南灵莎 因为她跟女军早有约定 为了不影响她的学业 女军不会进入黎川学院 所以南灵莎肯定是故意的 至于什么目的 助明朗猜不到 而且她也没有时间猜 战斗即将开始 却在此时一名扣比老师突然到来 并且宣布了鄙视的规则 十大公子已多欺少 每人只能召唤一只龙宠 助明朗一战使勇气可嘉 不限制召唤数量 助明朗没想到学院老师如此公正 当即准备召唤出大黑牙 这还是她穿上龙台后首次出战 出场的方式异常的帅气 她本龙也准备大干一场 哪只出来看见自己居然有十个对手 瞬间傻了眼 望着助明朗一脸的优越 老大你是认真的吗 要不咱们认输吧 在得到助明朗肯定的回答后 大黑牙吓得好好大哭 却不知助明朗早有计划 她准备让大黑牙当诱饵 摆起当作骑兵出击 大黑牙瞬间就淡定了 因为就诱饵这个业务 她实在是太熟悉了 撅起肥瘦的屁股对准十大龙 一坨龙粪麻溜的就滚了出来 此举伤害为零 但侮辱性实在太强 简直可以说无龙能忍 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 穿上龙台的大黑牙战斗力这么高 仅仅一招就将一只龙击干翻 尹公子脸色当即阴沉下去 派出已经达到龙子巅峰的红爪吉龙 准备给大黑牙放放血 但是大黑牙可是牢牢的记住 自己只是诱饵 打不过的绝不应当 当然要是遇到这些化龙都困难的杂领 他也不会手下留情 通通干翻 抽空还能对剩下的对手一阵嘲讽 尹公子实在受不了这只贼剑的铠甲龙 当即招呼红爪吉龙带着小弟们发起总攻 却不知正好中了柱明朗的计策 趁着十大公子的龙宠扎堆 刚出来的白起毫不迟疑 大招冰雪满天 直接将十大龙宠全部封住 就在柱明朗以为此战必胜时 十大龙宠中居然藏有一条竹龙 强大的火系法术不止破掉冰雪满天 更是以极快的速度扑向毫无防备的白起 白起凭借着极快的速度 显知又显得才避过攻击 却又陷入重力吐龙的法术范围 白起在泥沙龙卷中速度起码降低了一半 最危险的确实 攻击力最强的红爪吉龙 已经贴近白起周身三米之内 但是白起不愧为最古老的血脉 不只挡下了攻击 还将暗中准备好的冰刺 射向极爪红龙的要害 哪知一条绿龙突然驶出藤蔓 将白起困住 刚才差点丧命的红爪吉龙 发了风扳似的 重新冲上来要取白起的小命报仇 眼看白起这次在劫难逃 但不要忘了 白起不是一条龙在战斗 大黑牙带着狂暴的气势冲了出来 硬生生将红爪吉龙撞出几百米之外 白起正脱藤蔓后 第一次拿正眼看向大黑牙 表示感谢 但还不等大黑牙回忆 却发现竹龙不知何时 已经阴悄悄地出现在柱明朗身后 这一口钥匙咬食了 柱明朗不死也得重伤 哪知他周身突然出现铠甲虚影和倒到金芒 更是举起比砂锅还大的拳头 一拳将竹龙打得鲜血直流 负责裁判的老师瞬间呆住了 学生中居然还有能使用龙凯技能的牛人 原来木龙施语龙宠契约后 为其打造一套专属龙凯 就能强化自身 并且能暂时借用龙宠的实力 而对于竹龙这种居然偷袭柱明朗的阴险龙 愤怒的大黑牙当然不会放过他 凭借着身体蕴含的万钧之力 硬生生地将竹龙扯成两段 竹龙的主人瞬间吐血昏迷 场上的众人都还在吃惊大黑牙的力量 却未注意到同样愤怒的白起 在此时发生异点 一直没有领悟的玄术 居然突然觉醒 玄术发动时白昼流星 还伴随着道道雷电 仅仅只有龙子实力的白起 居然打出了龙将级别的伤害 要不是助明朗及时阻止白起继续释放玄术 估计在场的人 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战场 却在此时 一只手突然从碎石中冲出 没想到就连裁判白老师 都没扛过苍龙玄术的攻击 尹公子不止对助明朗手下留情心怀感激 更是对他的实力心服口服 凭助兄如此实力 和女军当属世间绝配 而一旁准备报名下一场挑战的同学 将挑战书从怀中狠狠地拽出 然后找了个角落一边流着冷汗 一边悄悄地将挑战书撕碎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助明朗此人万不可得罪 但是成名后的烦恼又有谁知 这如花般的美貌谁敢销售 助明朗急匆匆地想要逃回宿舍 却未料到南凌莎居然还未离去 上来就将他挽住 朗哥哥你要去哪啊 看着南凌莎要吃人般的眼神 助明朗大叫一声妖精 急忙将手奋力地抽出来 借口家中有急事 赶紧跑路 他可不能做对不起女军的事 哪只助明朗走后 南凌莎双甲升起一股羞红 助明朗你逃不掉的 连的森林龙刚刚出生三天 就被自己的亲大哥无情地打落山崖 母亲不止冷眼旁观 还夸大儿子干得漂亮 原来森林龙一族有个变态的族规 新出生的幼龙只要血脉不纯 就必须被亲人亲手处死 他们却不知这条幼龙天赋异底 只要有足够的木系灵物滋养 就能激发潜藏在身体深处的治强血脉 但是小青卓的主人助明朗 却是个出名的穷光蛋 不要说木系灵物 哪怕最便宜的南木枝都买不起 只能带着小青卓到后山碰碰运气 哪只刚到后山 小青卓貌似就发现了了不得的东西 一脚灯开助明朗 就向着前面冲去 而当助明朗追进竹林阁楼时 却发现小青卓正准备偷喝化墨 正想阻止 却突然传来一个好听的声音 那是南木枝 正是和这只神圣青木龙修复本源 助明朗文言顿时冷汗直流 因为说话的是一直缠他的小姨子 没想到这里居然是南菱莎的助手 吓得他赶紧招呼小青卓准备跑路 哪只小青卓听到主人的呼喊 慌乱中 居然将所有的化墨打翻 助明朗瞬间吓傻了眼 这些化墨一看就知道是高档火 将他卖了也赔不起 到时南菱莎肯定会趁机 对他提出非分之想 哪只一股神秘的力量突然凭空升起 所有的化墨居然原封不动的返回竹筒 助明朗心中一动 南菱莎居然跟女军一样 都是万中无一的神返者 但是与女军相比 南菱莎更加的热情奔放 助明朗感觉自己正在一点点沦陷 心中慌乱如麻 只能抓起一旁的小青卓 直接撒鸭子跑路 在后山找了一夜 都没有半点木系灵屋的影子 助明朗无奈 只能去接取学院的除妖任务 却未料到 任务都必须以组队的形式参加 只能说助明朗不愧是主角 刚好有队伍要接取任务 助明朗敲咪咪的混了进去 却万万没想到这是一群猪队友 妖灵刚刚出现 这些学姐学长就急着去送人头 瞬间掉进了妖灵的包围圈 而被抛弃的助明朗也不好过 一只妖灵突然出现在他脑后 朝着他的要害奔去 仓促之间 根本来不及召唤白起和大黑亚 关键时刻 小青卓眼中闪过一道异光 数十道藤刺突然破土而出 硬生生地将妖灵刺了个对穿 没想到才出生几天的小青卓这么强 不愧为林木一族的王 而另一边的学长学姐 却陷入了苦战 虽然他们实力都达到了龙子级别 但也架不住这些猴子 变得妖灵会玩心眼 居然早在此处设下的陷阱 除了一名有飞行龙宠的尸姐 其他人都掉进下方的坑洞 尸姐还没有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一只妖灵已经突然出现在他耳旁 眼看着就要香消玉玉 一道巨大的光柱突然出现 将妖灵炸得四分五裂 原来是解决掉妖灵的著名朗 带着刚召唤的大黑牙赶了上来 但是危机并没有解除 数十头妖灵还在一旁虎视眈眈 但不要忘了小青卓可是森林王者 区区低级妖灵怎会是他对手 不过逃得性命的尸姐没有一丝喜悦 而是一脸焦急 小心脚下的陷阱 大黑牙文言一脸的疑惑 还作死地踩了踩脚下的地面 只听见咔嚓一声脆响 黑牙一脸兴奋 拍打着胸脯就嗷嗷叫的上去援助 助明朗担心大黑牙的安全 急忙带着小青卓进入坑洞 但是抬头的瞬间助明朗瞬间热血沸腾 他居然看到了身无片履的女君 助明朗惊喜之下瞬间失去了心智 小青卓却一眼看出 眼前这个女人绝对不是人 急忙向助明朗发出警示 助明朗终于在最后关头醒来 却发现一只利爪离他已不足三零米 这居然是一头罕见的夜焦藤鼠狼 相传他们可以通过排泄的气体 制造幻境 让人不知不觉中死去 助明朗心中后怕不已 要不是小青卓血脉特殊不受影响 漫画估计得提前完结了 却在此时腾鼠狼发出一声巨吼 瞬间震破腾刺的束缚 满身杀气的向小青卓扑去 你这小东西竟敢坏我好事 腾鼠狼骑马九百年的修为 相当于龙子巅峰的龙族 刚出生几天的小青卓 怎可能是他对手 直接被一爪子扇飞 助明朗心急如焚 急忙连通灵域照出白起 而正准备追击的腾鼠狼 背脊却突然升起一股寒意 眼前这条白龙修为明明跟我差不多 为何会从他身上感到死亡的威胁 腾鼠狼强压内心中的精进 发动进攻 却未想紧紧一招 他就被冻成了冰雕 在冰雕碎去后更是尸骨无存 只留下这颗目属性的妖魔魂珠 助明朗却来不及查看 因为有一名学姐不幸阵亡 悲伤之余 助明朗心中升起一股凝雾 难怪黎川学院不参与大陆纷争 应对各地的妖灵恶龙 学院的力量都已经捉襟见肘 在交接完任务之后 长老却单独将助明朗留下 原来清流程同样出现大量妖灵 助明朗实力已经达到龙将级别 长老希望他能前去支援 不过临走之前却慎重地交代 要是遇到修为超过3000年的妖灵 就赶紧撤退 前往红联城通知镇首使处理 哪知助明朗赶去时 不止几名老师灭容安详的死去 就连妖灵也不见了踪影 这明显超出他能处理的范畴 只能赶往红联城通知镇首使 但是让助明朗万万没想到的是 镇首使居然是自己又爱又怕的小姨子 得知三名学院老师战死 自己辖区内可能存在修为3000年以上的妖灵 南凌莎当即不淡定了 哪笔快速地画出一条麒麟龙 匆匆交代助明朗帮他镇首此地 就准备前往清流城查看情况 但是助明朗怎会放心娇俏的小姨子独自前去 当即就想跟上去帮忙 哪知慌乱间 居然将南凌莎直接拉了下来 为了防止南凌莎受伤 助明朗只能绅士地充当肉店 后面的情节哨而不已 兄弟们也不爱看 直接跳过 留下一脸蛋疼的助明朗 南凌莎娇羞得急匆匆地赶去清流城 哪知南凌莎刚刚走后不久 就有一群男士弟子前来求援 原来学院的伐木场 闯进一只千年的鬼妇协助 看守的学院弟子死伤惨重 只能请郑首使下山除魔 助明朗想到自己 既然暂待郑首使之职 那除魔的任务亦不容辞 我陪你们走一趟吧 哪知男士弟子南凌莎却当急诈 你算老姐 居然敢装大尾巴了 我们可是来找南凌莎姐姐 快快前去禀报 不然没您好果子吃 却在这世旁边的南叶 突然将他拉住 悄悄地嘀咕 对面这人叫助明朗 南一心中文言顿时冷汗直流 这可是狠人啊 在河流战场一人战石龙 连普通的老师都不是他的对手 此人万不可得罪 而当助明朗赶到伐木场时 满地的鲜血 无不昭示着这里 曾经有过惨烈的战斗 助明朗一高人胆大 将男士弟子留在外围 准备独自前进去查看 却未想到才行了数百米 一道强大的攻击就从天而降 助明朗急忙隐藏好身形 观察附近的形势 居然是一只千年的鬼父鞋猪 对镇一条森林巨龙 回复邪猪不停地啃食身下的人类尸体 孕育出无数的红猪 凭着庞大的人数优势 将森林巨龙团团围住 森林巨龙虽然实力强大 但是面对庞大的猪群却无可奈何 因为他还要保护身下的小森林龙 躲藏在暗处的助明朗却心中一惊 被围攻的 赫然就是小青拙那绝情的妈妈和哥哥 他明明是玲珑一族的王者青木龙 却因天生血脉残缺 被亲生哥哥和母亲打落山崖 索性被男主助明朗所救 但想要修复残缺的血脉 必须要大量的木系灵物滋养 助明朗想尽办法 才得到一枚木系的妖魔灵珠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助明朗只能不停地接取学院任务 却没想到在猎杀鬼父邪猪时 遇见小青拙的哥哥和妈妈被围杀 助明朗一时心情激荡暴露了行藏 鬼父邪猪叫小弟们继续围攻森林巨龙 自己却转身杀向助明朗 准备先解决掉这名不速之客 助明朗正准备召唤大黑牙 却感觉到小青拙向他发出信号 周边的自然之力瞬息增强数十倍 小青拙带着满天的藤蔓飞射而出 无数藤次缠绕 瞬间将鬼父邪猪包成了粽子 看着比之前大数十倍的青拙 助明朗知道 他肯定已经将妖魔灵珠全部吸收 却在此时 鬼父邪猪咧嘴一笑 全身不停地散发出毒气 身上的藤蔓更是快速消融 毒气融入空中无形无掷 助明朗瞬间中招 全身发软昏昏欲睡 青拙顿时急了 连忙释放出自然之力驱除毒气 但这里可不是九流之地 青拙死死地咬住助明朗的衣领 将他使劲地扔到天上 然后纵身一跃 将助明朗带出了毒气冷罩范围 而青拙的母亲森林巨龙 与鬼父邪猪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森林龙趁着邪猪进攻助明朗时 早就将他的小弟干得七七八八 看着邪猪回反 森林巨龙毫不犹豫地撞了上去 比力量 邪猪怎么可能是巨龙的对手 五脏六腑瞬间被镇成重伤 邪猪顿时心生退役 召唤自己的小弟上前围攻 自己却准备敲咪咪地跑路 小弟果然都是用来卖的 这种受诈 助明朗怎会轻易放过他 当即召唤出前排战士大黑牙 直接拦在邪猪逃跑的必经之路 仅仅一个冲撞 就将鬼父邪猪证昏 趁此机会 清卓直接一视轻木刀 将邪猪砍成了两段 大黑牙刚想庆祝下战斗胜利 却发现鬼父邪猪居然向他发起了自杀式的袭击 速度之快根本必无可避 只见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升起 强大的气浪瞬间冲向四方 清卓连忙将助明朗护在身后 烟雾散去 大黑牙一脸的猛逼 我居然没事 原来关键时刻 森林巨龙为他挡下了攻击 在干掉鬼父邪猪后 森林巨龙望向清卓一脸的复杂 被他寄予厚望的大儿子 遇到战斗只能躲在母亲的庇护下 被遗弃的小儿子 却已经能够独当一面 今天还救了他们的性命 但是骄傲的他可不会认错 而是将自己的灵甲狠狠地摘下 送给助明朗当作救命的报酬 随即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 清卓犹豫片刻没有追据 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 而接下来的就是重头戏 协助1700年修为的魂珠 可以让三大龙宠直接进入龙将级 助明朗最终将他给了 潜力最强的白起 白起将他吸收后 也许可以抗衡龙主及强者 而听到动静的男士弟子也摸了紧来 却发现了助明朗身边的神圣青木龙 助明朗暗道一声坏了 要知道灵龙一族可是男士的专属 青木龙更是灵龙一族的领袖 他们肯定会怀疑清卓的来源 为了解释清楚 助明朗只能找到刚回来的南灵莎作者 哪知南灵莎这小女子一点也不靠 居然当着众人的面 说青卓是与助明朗的定情之物 关键的是男士弟子都信了 毕竟灵龙一族只有男士拥有 而南灵莎作为男家的大小姐 宋条龙再正常不过 助明朗顿时吓傻了 这小姨子有毒啊 这消息要是被女君知晓 她肯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助明朗当即决定远离这小魔女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南灵莎却突然掏出一个袋子 你的奖励不要了吗 原来上次除妖的奖励 这小魔女已经替她领了回来 这可是几条龙虫的口粮 万万丢不得 助明朗只能厚着脸皮上前抢抢 本想逗逗助明朗的南灵莎 却根本没有防备 直接被助明朗扑个正着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南灵莎怀疑助明朗绝对是故意的 恼羞成怒之下 拿起手上的袋子 狠狠地砸在助明朗的头上 但是南灵莎并未真的生气 第二天更是和助明朗共成一笼 返回黎川学院 直到此时 助明朗才知道南灵莎居然是学院的客座老师 难怪总是在学院附近遇见她 而南灵莎也不愧为老师 助明朗从她口中了解到 更多关于慕龙师的知识 比如龙虫已知的境界有八个等级 每个等级 又分为下位上位和巅峰龙族 而有一些天资不凡的龙族境界 更是会降下龙节 助明朗瞬间想到了白旗 指不定她的退化就是龙节 正好这次除妖的学分 还能进藏宝阁换取一件宝物 顺带去查下龙节的信息 哪只刚到藏宝阁开始挑选宝物 吸收完魂珠的白旗也在此时苏醒 看她周身的气势肯定达到了龙将级 白旗一出灵域就发现满屋的宝贝 顿时两眼发光 当即就要使出乾坤藏匿之法 将所有的宝贝收走 助明朗可不想被学院通缉 急忙上前阻止 好说歹说才打消白旗的念头 而此时女军终于回到祖龙城邦养伤 助明朗急忙前去探望一位相思之情 却未料到她与男灵莎的风流运势 已经传到了女军的耳中 要不是助明朗聪明突发奇想 将森林巨龙的灵甲做成一件软甲 提前送给女军 今天绝对会被扫地出门 说起软甲 女军顿时变得扭扭捏捏 就连助明朗大着胆子表示 想看看她穿上软甲的模样 女军居然也娇羞地同意了 助明朗兴奋之余 却察觉出女军与往日有一丝异常 但转眼她就将这丝一律望在脑后 因为女军的身材实在太哇塞 助明朗越看越上头 却在此时 房门被人用力狠狠地揣开 助明朗二人心中一惊 女军更是抓过一件披风 将满身春光包裹住 男灵莎气势汹汹地走进来 难怪小丫头会拦着我 原来姐姐在私会情郎 女军的气质却突然一变 语气更是冰冷无比 你来干什么 我只想知道 姐姐真的要那样做吗 代价太大了 女军闻言沉默片刻 难道你想阻止我 助明朗听得一脸的猛逼 不知道这两姐妹在打什么哑泥 男灵莎却突然话风一准 那姐姐把朗哥哥让给我 我不但不阻止 还能助你一臂之力 不要再胡闹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男灵莎都起了小嘴甚是可爱 真没趣 你们继续腻碗 我还得去准备准备 男灵莎走后 助明朗就迫不及待地询问女军 到底发生了何事 我想立国 女军缓缓说出心中所想 助明朗瞬间惊呆了 要知道这片大陆上城邦家族林立 各自为政 想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 那么所有势力都将是女军的敌人 包括他所在的黎家 想到黎家有可能是女军的敌人 助明朗顿时担心不已 黎家的侍卫关键时刻肯定靠不住 当即决定 搬到皇家黎院与女军一同生活 守护她的安全 但是挤头龙宠的口粮是个问题 只能去找方念念 哪知方念念因为逃婚 早就不知所踪 助明朗只能另想她法 却未料到 刚进城就撞见如乞丐般的方念念 正在被人欺负 望着落魄的方家大小姐 助明朗瞬间有了其他想法 自己到离家必须得有几名心腹 而方念念现在无处可去 家之两人都熟识 助明朗当即邀请她担任自己的慕容小管家 简称侍女 方念念一脸兴奋的答应 毕竟她太喜欢大黑牙那个憨子 却在此时她脸色一变 天上的那是什么东西 城邦的人还以为这天降流星 是祥瑞 纷纷上前围观 助明朗却是神色大变 快闪开 这是陨石 话音刚落 陨石已经出现在祖龙城上空 整个城池瞬间变成一片火海 方念念看着这地狱般的情景傻傻的道 这是世界末日吗 但是助明朗却知道不是末日 而是她来了 她明明只是个几岁的小女孩 却立志要成为离川大陆的第一名女帝 为此十年间南征北战 西镇灵霄东府无土 成为祖龙城邦第一女战神 而当她想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 永远的消除战争与贫困时 不止全大陆的城邦和家族都反对 就连至亲的外祖父和父亲 也站在她的对立面 身边只剩下男主助明朗 而今日突然天降陨石 祖龙城邦死伤惨重 外祖父所在的南氏家族 却悄悄放出消息 因为女军黎云姿想要发动战争 上天才降下审法以示成见 瞬间引起了反对女军的热潮 趁此机会 黎氏和南氏家族邀请各大势力代表 召开讨伐女军大会 但是灵霄城邦已经被女军打怕了 不敢妄动干戈 并且得到可靠消息 女军已经收复了无土 更是传言南方的千堂城邦 也暗中投靠了女军 现在她的军事实力已经是大陆最强 黎氏男士就算再加上宗公和灵霄城邦 想跟女军一战 胜算也不过是五五开 却为料到女军的父亲 黎氏族长早有准备 那就是这名蒙面的红衣女子 跟女军长的一模一样的包媚南凌莎 凭着她对姐姐黎云姿的了解 完全可以假扮她 取得军队的控制权 但是为了防止消息走漏 所有人都必须签订讨伐书 被女军折辱过的灵霄城邦使者杨秀当即大行 第一个在讨伐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却不知这可是催命符 当所有人都签订完毕后 蓝氏族长才爆出一个惊天大话 原来宗公早已派出高手前去暗杀女军 就来让大伙见笑 我几次准备夺她军权都以失败收场 蓝凌莎挑了挑眉梦 父亲 难道永成之事也是你安排的 组长心中一栋察觉不对但并未应了 身旁的妇人却是一脸娇笑 入地牢是你父亲的手笔 但是后面的却不是 蓝凌莎文言却突然走上前 脸色阴沉地望着夫人 难道后面的事是你安排的 强大的气场压的夫人根本喘不过起来 此时的离世组长已经感觉到异常 蓝凌莎全无往日对他们的恭敬 这难道不是蓝凌莎而是黎云姿 哪知她突然开口 这么多人联合在一起 就为了对付一名光芒盖过你们的女子 你们真是该死 话刚落地 刚签订的讨伐书上的字体就开始缓缓消失 上面赫然出现几个新的大字 生死部 现场之人顿时惊恐万分 相传在生死部上自愿签下姓名之人 无意能幸免 蓝凌莎心中没有一丝波动 不管谁挡了姐姐的路都要死 无论是一直把她当作工具的父亲 还是假人假意的外祖父 她都不会手下留情 而离世组长到死之前也想不明白 生死部明明是画师的手段 也就是说刚才这女人肯定是蓝凌莎 但是她为何会帮助女君 要知道她们两姐妹从小就不合 犹如生死仇敌 难道一切都是她两早就计划好的 那她们却失败的不愿 半想后现场之人已经死得七七八八 唯有蓝氏组长和公宗长老挣脱生死部的束缚 但也深受重创 蓝凌莎对她们可不会手下留情 掏出自己的画笔 直接将宗公长老一笔封喉 越老越怕死 蓝氏组长吓得当即跪在地上 希望自己的外孙女能饶她一条老命 蓝凌莎沉默片刻后 决定满足自己之外祖父的愿望 随即画了个小房子 将惊恐的蓝氏组长扔进去 明老以后就在里面安享晚年吧 而另一边公宗少主带着四大主级长老和一名面具男 已经到达皇家离院的外围 走在最前方的高额长老却突然适应 前方隐藏着高手 原来祖明朗早已等候多时 公宗少主杜成之小面具男跟祖明朗有血海深仇 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小子就交给你了 说完就准备带着四位长老 直奔女君而去 面具男眼露凶光 祖明朗我今天一定要你 但是话还未说完 一丝冷汗就从他额头流下 因为祖明朗早就没了身影 而另一边刚走出数百米的公宗一行 眼前突然闪过一道近风 祖明朗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想杀我娘子 问过我没有 祖成没想到面具男如此不靠谱 但是时间紧迫 只能叫四位长老先走 祖明朗晒然一笑 想走可没那么容易 就在此时 周围的气温瞬间下降数百度 将公宗的刀手全部困在这冰雪世界中 几人的龙宠都并非火属性 一时拿着结界没有办法 突然天空上传来一阵龙鹰 被戏耍的面具男 骑着一头炼狱火龙冲了上来 让我来 火龙顺势喷出一口熔岩 想凭借属性克制破掉白起的冰雪世界 但是白起进阶到龙将级后 到底有多强 连柱明朗都不清楚 只是这威力达到龙主级别的炼狱熔岩 被白起轻松挡下 并且还发起了反击 数千把锋利的冰锥向着面具男射去 炼狱火龙也不甘示弱地再次喷出熔岩 两大强大的攻击在空中相撞 面具男却突然瞳孔紧缩 白起不知何时已经贴近他们三米范围之内 正是乘胜追击 准备直接送白起领盒饭 却未撂到白起的冰雪法术 在水中威力被增 硬生生地将火龙庞大的身体冻住 失去行动能力的炼狱火龙直接掉进水中 但还不等住明朗高兴 一道火柱却突然从水中冲天而起 闪避不及的白起直接被烈火包围 助明朗心中焦急 正准备上前救援 宫宗的女熊长老却在此时发动突袭 一头体型特别巨大的雷坤苍龙 突然压向助明朗 苍龙已经达到了龙主级别 也许只有佩戴了龙凯的大黑牙 可以和他碰一碰 但是助明朗却忘记了龙凯是金属做的 这玩意儿可是会倒电的 大黑牙瞬间被电的晕头转向 趁着这个机会 作为神反者的杜成发动了突袭 要不是助明朗眼急手快 照出轻拙 利用藤蔓限制了杜成的速度 后果不堪设想 而白起见到助明朗有危险也不再留守 拿出助明朗才换的宝物 风暴换淋雨 在他的加持下 白起的冰封戎和法术威力 起码增强了一倍 再次施展冰雪满天 宛若末日降临 面具男新生绝望 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变得这么强 在强大的法术下 炼狱火龙紧紧支撑了一秒钟 就被斩成数段 就连面具男脸上的面具也未能幸免 面具掉落后露出男人的真面目 赫然是一直寄予女军的罗笑 对于杀死刻背老师重伤 断缆老师的罪魁祸首 助明朗当然不会手下留情 直接切了他的萝卜 而一旁的公宗长老却是憋屈无比 居然差点阴沟里翻船 当即不再留守 照出自己的龙筹 四大龙族居然全到了龙主机 强大的威士压的虚空都一阵晃动 刚被摆起物伤的杜成憋屈无比 抢先出手准备干掉助明朗出气 哪只身旁突然出现一个砂锅大的拳头 狠狠地倾在他的脸上 明明是志强的屠龙者 却甘愿隐居凡间当一名马夫 只因他早已厌倦江湖争斗 当他不得已再次出手时 面对他的敌人瞬间打寒 原来就在刚刚 男主助明朗被四大主级高手围攻 神反者杜成更是发动了突袭 速度太快 助明朗根本来不及躲避 眼看漫画就要提前完结 一只金色的拳头突然出现 狠狠地砸在杜成的脸上 看着拳头的主人 四大公宗长老不敢置信 怎么会是他 不是传闻已经战死 全神 是件唯一能知首屠龙的存在 助明朗却是认识这状憾 正是当时送他去学院的马夫 而此时白起正被狮霸龙和鹰龙围攻 险象还生 全神一跃而起 逮着狮霸龙就是一顿狂揍 虽然全神和白起各自挡下一名对手 但是剩下的雷坤苍龙和双头翼龙 仍然对助明朗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大黑牙被电磨后 就直接开始了躺平 只能依靠青拙的自然之力防御 所幸全神实力太过强大 逼得雷坤苍龙不得不前去支援 却在此时 狮霸龙和杜成梦幻联动 一起向助明朗发动了突袭 却不知这正是白起的计策 故意卖的破绽 等到狮霸龙朝着助明朗飞去 白起在他身后直接用出冰刺 将狮霸龙洞穿击沙 而一道助明朗一米范围内的杜成也不好受 白起的龙凯季风暴患淋雨 瞬间在他身上开了上千道口子 四大长老瞬间心急如焚 杜成可是公宗少主 可不能有失 就在此时 一道白光与他们擦身而过 白起抢在公宗四大长老之前 将冰刺狠狠地插进杜成的胸膛 长老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少主居然死了 想到公宗的惩罚 四人心中生起一阵恐惧 现在唯有拿下助明朗 戴罪立功 或许有一线生机 却忽视了助明朗可是身着龙凯虚影 在技能的加持下 速度起码比四大长老快了一倍 仅仅一招就送唯一的女长老领了盒饭 而正在与全神大战的雷坤苍龙 感应到主人生死 心中悲凉无比 直接扔下全神向着助明朗撞去 助明朗眼中闪过一道异光 站在原地没有后退半顾 原来白起早已悄悄摸到雷坤苍龙的身侧 出其不意带着冰刺扎进苍龙的眼睛 上空的双头一龙升起一股恐惧 这龙怎么老喜欢扎人眼睛 正想着要不要逃走 却发现主人正一脸恐惧地望着他身后 随即一只头就看到另一只头飞了起来 原来清卓早就悄悄潜伏在他身后 趁他愣神 毫不犹豫地一刀斩下 四大龙宠短短几分钟 不是身亡就是被中创 剩下的长老吓破了他 召回唯一完好的阴龙就要撤退 助明朗想要追击 却已经来不及 就在此时听到一阵剑银声 一道不可名状的剑起从天而降 硬生生地将逃跑的长老和阴龙斩爆 女军的实力恐怖如丝 而另一边 被斩掉一头的双头一龙 实力不足之前的三分之一 加上清卓身上圣龙的血脉压制 轻松地斩下他另一颗头颅 白起见伙伴们都完事了 也不准备继续玩 冰刺硬生生地洞穿雷昆仓龙的头颅 助明朗急忙上前采集魂灵 这可是龙主及妖魔灵珠 这起码能让大黑牙进入龙将级 运气好止不定能直接到龙主 而全城都在打酱油的大黑牙 一听有吃的 整个龙瞬间精神百倍 腰部酸了腿不痛了 这让助明朗气得咬碎了后槽牙 而全神却在此时发现了了不得的东西 这渡成不愧为宫宗少主 居然穿着至宝妹尹凯依 难怪速度犹如鬼魅 全神将凯依扔给助明朗后 就潇洒离去 助明朗则兴奋地回去找女君报喜 哪知女君没有半分喜悦 还一脸的忧伤 助明朗 你接近我事和目的 原来女君对助明朗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毕竟几月前还是个残谋 现在已经能抗衡主级高手 来自另一片大陆 以前也是一名神返者 只是修为被废才成为一名慕容师 某一天醒来就出现在无土 随着无土飘过无尽之海 与祖龙城邦接壤 才能进入祖龙城邦与你结识 你要相信我 对你绝对没有半分坏心思 就在这时 女君的脑海中响起一个声音 姐姐快让我出来 我能感觉到她说的都是真的 就一眨眼的功夫 女君就像画了个人般 含情默默地望向助明朗 助郎 我相信你 而门外正在悄悄吃瓜的灵儿和念念 一脸的抱怨 怎么还没抱在一起 就在此时 一道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整座祖龙城 并且缓缓地向灵霄城邦移动 女君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原来无土就是这样来的吗 人明明是吉庭大陆的天才见修 却为了一头龙自甘堕落 不仅见到修为禁费 还沦落到黎川大陆成为一名乞丐 但他没有放弃 不止傍上了城邦女君的大腿 更是另辟蹊径 成为了一名强大的慕龙师 为了报答女君的恩情 祝明朗帮他扫平了所有反对的声音 本以为可以就此过上没修没造的生活 却没想到急停大陆在此时入侵 女君只能离开秦郎 连夜赶往边境镇守 祝明朗则留在祖龙城稳定局势 却突然传来一个惊天噩耗 西方霸主公宗数百慕龙师全部被灭 其中包括十数名龙主及强者 甚至还有一名龙君 更让人惊恐的是 对方仅仅一人和一条子龙 如此危险的局势 不止惊动了黎家老祖 大陆最强的黎川学院的院长 也匆匆赶来 想要寻找应对之策 却为料到城外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你们谁是管事的 快滚出来见我 南凌莎心中一惊 拿出画笔画出一艘战船 当他们赶到城墙之时 看着盘踞在顶上的子龙 众人心中咯噔一声 这难道就是灭了宫宗的那条龙 而走在最后的著名郎 看见子龙身上的两人却是冷汗直流 其中一名男子很随意地问道 你们可是宗门弟子 看其气势肯定超过龙君 南凌莎暂待姐姐女君的职位 只能硬着头皮出来硬滑 我们城邦没有宗门 只有家族 男人文言顿时没了兴致 原来她的任务就是剿灭离川大陆 这小地方所有的宗门 知道自己等人不是男人的目标 众人终于把心放回肚子 男人却在此时朝着身边的女人行礼 尊上 我们可以回城了 哪只女人眼中金光一闪 祝明朗 你可是让我一阵好找 祝明朗文言顿时冷汗直流 一旁的南凌莎心思顿时活络起来 这难道是姐夫的老情人 哪只祝明朗突然攻身行李 姑姑 女人文言眼眶顿时红了 既然未死 为何不回家报个平安 祝明朗一脸的尴尬 没找到回去的路 姑姑一阵心疼只能转移话题 所以你就娶了这位姑娘 有孩子了吗 南凌莎文言顿时休息了 祝明朗急忙解释 这是我小姨子 姑姑一脸的戏血 那我可不管 这小姨子资质不错 祝家本就人叮单薄 就让她给你生个孩子 我会在离川大陆待上一段时间 有事可来寻我 将姑姑与那恐怖的男人送走后 南凌莎双手抱胸气呼呼地看着祝明朗 你不打算给我个解释 祝明朗正打算说出自己的身份 一旁的院长却突然插话 祝小友 你是否来自祝门 原来院长也来自集庭大陆 并且这几十年都在探查回家的路 却无所获 祝明朗与他可说同病相连 两人正准备好好交流交流 一旁的离家老祖却等不及了 二位是否能为我们介绍下集庭大陆 院长浩为人师 当即就讲解起了集庭大陆的风土人情 和势力分布 集庭大陆最强的是皇朝 统侠各大国帮宗林龙宫学院宗文教廷 而其中最小的国家 实力都远在离川大陆之上 离川在集庭大陆看来不过是蛮荒之地 早晚会被大势力灭掉收府 离家老祖已经吓傻了 颤颤巍巍地表示 如果我们投降呢 万万不可 集庭大陆的国帮多为奴隶制国家 离川要是投降 全大陆的人员必须当十年的奴隶 老祖顿时慌了神 打又打不过 又不能投降 那该如何是好 老祖这时却想到一个恐怖的结论 女君是否早就猜到这天 不然为何她一直执着于立国 原来我们都错怪了她 女君不是为了一己私欲 而是为了离川的子民有一条活路 但现在集庭大陆已经开始入侵 立国已经来不及 该如何是好 此事也并非没有办法 祝明朗所在的祝门是六大家族之一 只要离川大陆与祝门扯上关系 并且得到皇朝的认可 其他势力定然不敢染指 老祖文言顿时高兴坏了 那还等什么 直接让沙丫头先带他姐姐嫁给你 关系不就有了 祝明朗一脸冷汗 老祖我话还未说完 老祖文言当即挥手示意 你们都别说话听我孙女婿说 身后的全神一阵无奈 明明就你话最多 原来此事最关键的是 必须得到皇朝的认可 所以祝明朗必须亲自回集庭大陆 通过家族运作此事 院长本就出身集庭大陆 也准备回去找找路子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 在得到皇朝认可之前 离川大陆要挡下其他势力的入侵 这才是最关键的地方 哪知南凌莎确口出惊人之语 这点请放心 我们为这一天已经准备太久 绝对能拦下敌人的攻击 难道你们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 不错 我们有一名神凡预言师 叫兴话 早就算到集庭大陆会降临 祝明朗没想到居然还有如此奇远 回来后一定得去见见 哪知南凌莎一脸的神秘 你早就见过了 小森玲珑天生血脉残疾 却凭借着不屈的意志 进化成神圣青木龙 但因先天残缺不能觉醒圣物 除非能找到传说中的圣物 而恰巧难是家族的祖地中 有一颗古老的圣树 每日能产一滴十年圣物 每月能产一滴百年圣物 大长老拿出六千滴十年圣物 一脸的肉疼 这可是整个家族接近二十年的产量 哪知南凌莎仍不满意 双眼一瞪 大长老心中一苦 果然女生外相罢了罢了 当即把心一横 抛出家族最后的抵御 一整瓶的百年圣物 不只可以用于轻酌境界 还能增加其他龙虫的潜力 闻言祝明朗望向剩下的圣物 双眼一亮 要是圣物足够多 几大龙虫还不得瞬间起飞 大长老瞬间急了 祝公子还请手下留情 被人看穿自己的小心子 祝明朗也有点小尴尬 哪知一直没说话的大长老之子南兵 却突然爆发 父亲我足的圣物 凭什么要交给一个外人 大长老闻言二话不说 上去就是大臂都伺候 祝公子身负整个梨川大陆的安全 同时也是大小姐的未来夫婿 岂是你可以侮辱的 说完连忙向祝明朗道歉 孝子无方 还请公子不要见惯 南兵转过头来一脸委屈 正准备服软道歉 大长老毫不犹豫 又一个大臂都呼了上去 明显是怕他在说出什么惊人之语 三日后 祝明朗一行终于赶到西压长廊 只要穿过长廊 就能到达集庭大陆 但前提就是打败这龙主巅峰的看守者 或者提供集庭大陆势力的身份证明 见几人没有身份证明 看守者当即认定这是离川大陆的土著 几个土鳖还妄想前往集庭大陆 真是可笑 院长脸色一沉 我没有证明 但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 说完一条长约百丈的金龙缓缓出现 看守者顿时慌乱如马 双腿不由自主地发动 龙君 看守者瞬间换上尴尬的笑脸 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大人请随意 看守者前居后宫 更加深了助明朗变强的决心 在这个世界实力才是根本 到达集庭大陆后 助明朗就与院长分道扬镳 而为了最快地到达住门 助明朗决定穿过无人赶走的罪恶之城 龙宠小管家方念念 却突然发现了了不得的东西 星辰碎片的结晶 可以加快白起的进化速度 却未料到两名光头男漫天要价 居然要整整一百颗金珠 哥哥 我们要买很多 给我们便宜一点啊 但这里可是罪恶之城 可没有好人 更别说队伍中还有男灵杀这种大美人 两名光头男当即起了邪念 准备劫财劫色 哪知两条红绳从天而降 直接将光头老缠成了粽子 两人知道自己遇上了硬查 本以为今天必定会丢掉小命 哪知方念念将星辰结晶收好后 并未杀他俩 走之前还扔给他俩一个金珠 光头老顿时气得浑身发抖 在这罪恶之城抢了就抢了 但还给一颗金珠 这侮辱的意思太明显了 光头老当即找来自己的老大 想要找回厂子 哪知老大一看男灵杀 魂而顿时被勾走了 罪恶之城何时有过这么标志的妹子 主名朗实在看不过这光头猥琐的样子 当即照出大黑牙 没想到他出场的姿势越发帅气 居然还有满天的雷光同行 而光头老的这只连龙匠都不是的龙桶 下场不必多说 直接被一击毙命 方念念没想到每天喂食的大黑牙 居然已经这么厉害 那是因为大黑牙吸收了雷昆苍龙的灵珠 不只净化出雷电之力 还觉醒了古龙的猎勇血脉 光头老哪里见过如此狠的龙 拔腿就跑 只恨爹妈少生了几条腿 但是主名朗可不准备放过他们 这些人平日打家结舍 手上的人命可不少 愿他们下辈子能做个好人 助明朗直接切了他们的萝卜 就当替天行道了 哪只方念念清理战利品时 却突然出现几名灰衣剑客 你们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谋财害命 助明朗见到几人却是微微一醒 原来这群剑客是逍遥剑派的弟子 而助明朗的师尊正是剑派的剑尊 说来几人还要叫助明朗一声师兄 几名灰衣剑客当然不信 你不仅谋财害命 还敢冒充我剑派弟子 师弟们 助我一起倾向恶徒 这颠倒黑白的话 当即把方念念惹炸了 明明是他们强强 被我们反杀 你们到底有没有长眼睛 助明朗安抚好方念念 准备直接离去 毕竟是自己的师弟师妹不好动手 哪知一名女弟子 却突然拔出长剑 指向大黑牙 你们要是敢离开我就杀了他 助明朗顿时脸色一沉 这明显碰触到了他的逆铃 就在此时 天空突然飘起了大雪 剑派弟子瞬间被冻住 失去了行动能力 这次给你们长长教训 下次最好调查后再下结论 还有 有一些话可不能乱说 半个时辰后 助明朗来到逍遥剑派 却因为没有令牌被拒之门外 而他因为15岁后就未回过剑派 新入门的弟子根本不认识他 只能让人通知小师妹妙主 他俩的关系特别铁 小时候妙主练剑很笨 全靠助明朗手把手叫道 哪知一旁手扇弟子闻言顿时炸 妙主师姐可是我剑派首席 你居然敢口出狂言 就你也配教师姐练剑 眼看就要出手 远处传来声音 住手 一名眼睛通红的阴气女子射击而下 师兄 哪知还未等助明朗说话 妙主突然一脸的激动 这两名女人是谁 男孩每日都以断剑练习剑法 十年间不敢有一丝懈怠 不知不觉中 万把断剑都早已染上她的鲜血 刻上了她的印记 五年后男人再度归来 一身剑道修为已经净废 看着曾陪伴自己十年的断剑 住明朗心中愧疚无比 伙计们 对不起 哪知话音刚落 所有的配剑都发出一身剑影 齐刷刷地脱离断剑林的束缚 向着住明朗射去 原来就在刚刚 住明朗终于回到了逍遥剑派 看到数年未见的师妹妙主 住明朗也分外地高兴 师妹 数年未见可还安好 妙主双眼控制不住流下眼泪 既然活着 为何不早点回来 住明朗正思考着该如何解释 妙主却发现住明朗身旁居然还有女人 顿时颜色一变 他们是谁 男灵莎敏锐地感觉到妙主的敌意 连忙挽住住明朗宣誓主权 你说呢 妙主顿时心如死灰 难怪师兄一直不肯回来 原来在外面早有了女人 罢了罢了 以后你做大我做小 一起伺候师兄 此话一出一旁的师弟们心都碎了 自己的女神居然被朱给拱了 住明朗实在看不下去 赶紧解释跟男灵莎只是普通朋友 妙主顿时满血复活 这么说我有机会做大 他却不知道暗中还有个女君 而此时剑派的剑尊正在闭目养神 但他今天眼皮总是乱跳 肯定有大事发生 看到住明朗的那一刻 他明白了 自己居然被鬼魂缠上了 徒儿 师父还没有活够 你去找其他人玩吧 住明朗一脸的尴尬 师尊我还没死 刚回来 剑尊捏捏住明朗的小脸蛋 还真是活的 你个小兔崽子 既然没死怎么不送个消息回来 住明朗一脸委屈 像是遵诉说了几年的遭遇 剑尊一听乖乖徒儿是来求援的 当即大手一挥 妙竹 马上联系你 不唐师输出任务 报酬给他说是一把好影剑 妙竹一脸的为难 师父 我们剑派最后一把好影剑 遗失在断剑里 已经没有存货了 没事 我乖徒儿可是住门的 还能插他一把剑 住明朗一脸苦笑 这遭老头子还是老样子 不肯吃一点亏 将南灵莎和方念念送去休息后 剑尊将住明朗悄悄留下 一脸的严肃 徒儿眼光不错呀 跟你师尊唯有的一批 特别那个带面杀的 长得真带劲 住明朗生无可恋 师尊 那只是我的小姨子 剑尊却突然一愣 姐妹花 徒儿你终于可以出师了 调侃完住明朗后 剑尊面色开始凝重 徒儿那丫头到底什么来头 为何他身上会同时具有 神反者和慕龙师的气息 住明朗一听顿觉不对 神反者和慕龙师会相互冲突 绝对不可能出现在一个人身上 但是他知道 自家师尊在关键时候绝对靠谱 这男灵杀看来没那么简单 住明朗当即准备辞别师尊 回去问个清楚 剑尊却突然给他一个任务 你当年练剑的断剑铃出了点问题 那地儿你熟 你去看看发生了何事 随即召来身边的剑童 那谁 去把住明朗的灵位排给我撤了 能省不少香油钱 一道门外的住明朗文言一个量强 这招老头子还是没有一点变化 当住明朗来到断剑铃 瞬间就陷入回忆 这里曾是他的青春 这里的每一把断剑他都熟识 他们曾经共同战斗生死无悔 住明朗摊开自己的双手 兄弟们 我回来了 哪只话音刚落 满地的断剑突然拔地而起 围绕在他四方不停地旋转 所有剑铃都破体而出 缓缓汇聚到一柄断剑之中 并且这把断剑猛的朝住明朗眉心刺去 在破掉最表层的皮肤后 断剑稳稳地停下 并且开始吸收住明朗的血液 任主仪式结束后 住明朗明白了一切 原来断剑们一直在等待他的归来 不过住明朗见到修为被匪 只能成为一名慕容师 为了再次能与住明朗并肩作战 断剑们甘愿自毁剑身 以万剑剑灵之力 融合出一条剑灵龙 以龙宠的身份 与住明朗签订了灵魂契约 手持此剑 就算是明慕容师 也能发出神烦剑修的攻击 住明朗已经兴奋麻了 以后就叫你墨爷吧 而此时妙竹与南灵莎的战斗 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 原来经过妙竹的暗中观察 这南灵莎跟师兄肯定有问题 所以他准备找南灵莎比一场 让师兄看看 他才是最适合当大老婆的人 但是战斗的结果 连关战的师弟们都不敢置信 南灵莎仅仅凭着手中的话 就挡住了大师姐全部进攻 妙竹心知今天要是不动真格 丢人就丢大发了 当即准备使出自家的秘传剑术 可当祝明朗闻讯匆匆赶到时 妙竹已经立即 很明显南灵莎的武力 直远在他之上 但妙竹仍然没有认输 实力比不过那就比颜值 可是当南灵莎 接开面筋的那一刻 不止师弟们一脸的诸葛 妙竹也是输得心服口服 老大的位子肯定是排不上了 就将就做个老二吧 南灵莎却是一脸的戏血 老二估计也没你的份 不信你就问问这臭男人 妙竹心中后悔不已 早知道当初就早点下手 正准备问问祝明朗 自己到底能排第几 却发现他早就没了身影 一日后祝明朗终于进入家族领地 却未料到最先听到的是唢纳舍 再加上祝福门上的白铃 无不是在告诉祝明朗 祝门出事了 男人第一次带女孩回家 却发现门上挂满了白铃 门口的两名老人更是面容悲戏 祝明朗大脑一片空白 难道父亲出事了 急匆匆赶往家族内庭 却发现便宜老爹 居然在悠闲的钓鱼 原来驻门之所以会有丧事 是因为驻门管家的儿子驻童 在比武中被人硬生生打死 并且出手之人异常的聪明 一口咬定是比武中失手所致 还主动上门赴金请罪 驻家主管心中憋屈 想要为儿子报仇却没有借口 子宗林首席浩少聪 音音一笑低声道 我就是故意的 你们驻门又敢咋样 突然一柄巨剑狠狠地抽在他腰上 既然是来赴金请罪 那就好好跪在地上 一旁浩少聪的父亲浩宗顿时怒了 他们来只不过是做做样子 又不是真的来赴金请罪 这小子居然敢砸他的场子 给老子死 驻明朗发出一声冷笑 照出剑玲珑诺言 紧紧随意地挥出一剑 就斩下这龙主及龙族的龙角 吓得子龙赶紧逃回陵域 眼前这个男人有大恐怖 浩宗不敢置信 不可能 你到底是谁 我叫驻明朗 此话一出石破天惊 居然是驻门少主 这可是十岁就敢追着 皇族弟子砍的大魔头 子宗林这下惨了 浩少聪还不知道 自己面对的是怎样的存在 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冲着驻明朗叫嚣 既不如人被我杀了 那是活该 哪知话音刚落 浩宗一个大臂都就忽在他脸上 别乱说话 浩少聪一脸的委屈不明所以 浩宗却知道这次踢到了钢板 这可是驻家大魔王 只能屈辱的公身道歉 道歉可是需要诚意的 话音刚落 驻明朗就一把掐住浩少聪的脖子 将他扔进灵堂 磕吧 磕满一百个 今天就放你一命 浩少聪突然睁大双眼 不可能 我可是子宗林大弟子 话还未说完 一只脚就已经狠狠地踩在他后脑勺 你要自己磕不了 我可以帮你 见到一旁的父亲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浩少聪知道今天灾了 但他发誓今日所受的屈辱 日后定将百倍讨回来 哪知驻明朗看着驻童的灵位 面露悲气 兄弟 今天先帮你收点利息 过几天势力大米 我送他下去亲自给你赔罪 要知道驻明朗与驻童从小一起长大 亲如兄弟 当然不可能就这么放过浩少聪 听懂意思的浩宗大惊 驻公子 小儿不过是失手错杀 驻明朗突然笑了 你放心 我倒是也会失手错杀 还有 如果他倒是敢退赛的话 我肯定会杀了你其他两个儿子 浩宗一听顿时气血上涌 硬生生地气晕了过去 而一旁的两女星已经快跳出来了 没想到一向谦和的驻明朗 居然如此霸气 却在此时门外传来一声利和 驻明朗你见到修为已废 还敢如此猖狂 居然是皇族的赵夫人 明显是来为子宗林撑腰的 但她话还未说完 就见驻明朗眉头一皱 一股狂暴的气势从身体迸发 赵夫人瞬间感到失山血海的气息 向着自己扑来 她有预感要是再多说一句 今天必定血剑当场 驻明朗的威势恐怖如斯 等号哨聪科完整整一百个头 几人仓皇撤退 仿佛这里有洪水猛兽版 驻明朗却没有在意 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 那就是去拜见自己的便宜老爹 本以为数年未归 会被老爹训斥 哪只老爹的第一句话却是 小日子过得不错吗 我孙子怎么没一起回来 方念念和南陵杀一猛 大叔你肯定是误会了 驻明朗也急忙解释 父亲 这都是我慕龙师团队的成员 别瞎说 哪只老爹一听顿时炸了 你以前耍剑就算了 现在居然还养龙 难道我驻门驻造树就这么垃圾 驻明朗擦了擦脸上的冷汗赶紧不救 老爹 我手艺可没丢 最近还造了一件龙铠 老爹眼中闪过一丝异光 虽然心中高兴却故作淡定 就在此时一名暗客从天而降 家主 那号绍聪还需要斩去双脚吗 此时你就不要插手了 叫那小兔崽子自己处理 驻明朗闻言神色一遍 老爹 驻门的形势已经如此危险了吗 这些小门小派都敢在你头上拉屎 哪只话还未说完 老爹一个大臂都就糊在他头上 你就这么瞧不起老子 原来驻门这几年发展太快 隐隐要成为几大家族之首 紫棕林不过是敌对势力的马前祖 前来试探驻门的反应 驻明朗即是给老爹送上彩虹屁 但他却没忘记这次回来 可是来求援的 哪只老爹一听是黎川大陆就犯难了 因为有消息传出黎川有上古龙门 很多大势力都准备参与争夺 想要保住黎川大陆只有两个办法 参加势力大比 取得第一 或者嫁进皇族吃软饭 借用皇族的威势压住其他势力 明明是世上最博学的势力 却因为只有七秒的记忆 而遭到学生们的嘲笑 纷纷以淘汰的课为荣 却不知这条势力乃是九天始祖下凡 知天文通地理鸣鼓精 就连著名狼想要知道白起是否在渡龙节 都必须要向他请教 知道白起居然从龙变成虫 再变成龙 锦里双眼放光瞬间来了兴趣 与脑子开始急速转动 总感觉这过程莫名的熟悉 随即突然眼中一亮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轮回哲变 这可是比凤凰涅槃和哲龙迈叠变 更强大的进化道路 因为拥有轮回哲变的生物 只要不停地轮回 就能无视血脉加锁不停地变强 也就是说只要给白起时间 它能成为最强大的存在 并且还能通过一定的方法 加快轮回的速度 助明朗一脸的激动 还请鱼叶教我方法 哪知锦里却突然一脸骄傲 我忘记了 助明朗一脸无奈 毕竟这位爷的记性实在不好 只能拜托锦里想起来后 一定要告知他 本以为这一天会等很久 哪知下午锦里就找上门来 但是一看到清卓这神圣青木龙 锦里居然兴奋下 又将白起加快轮回的方法忘掉 助明朗一脸的失落 好在锦里看出清卓先天不足 并且想到了治疗办法 只需要同时服用百年圣鹿和元素之华 就能觉醒清卓的圣龙血脉 还能大幅度地提升他的自然之力 而一旁的方念念看到会飞的鱼 本来就是满心的好奇 更没想到这条鱼的知识如此渊博 瞬间就想上去抱抱举高高 却没想到这么娇俏的妹子 都被鱼叶给拒绝了 眼见方念念马上就要抱走 助明朗吉盲上前安抚 并交给他一个艰巨的任务 寻找元素精华 但小姑娘人生地不熟地上哪掌去 井里却在此时凑了上来 小丫头 你只要叫我一声先生 我就告诉你哪里有元素精华 方念念文言瞬间满眼的心情 更有娇媚的家子音 先生你最好了 哪只井里文言身体一懂 哎呀 我又忘记了 方念念顿时忍不了了 准备炖锅井里汤 三日后事例大笔终于开始 助门因为是锻造试驾 所以参加大笔的 仅有助明朗和南灵莎 而比赛的规则很简单 一百人同时进场 只要能到达指定的时间 或者场上只剩下十人就能进击 南灵莎生性高傲不屑 与助明朗联手 单独杀了进去 直接让助明朗想抱大腿的愿望落空 最后他只能孤孤单单的前往战场 却没想到只是在战场吃个葡萄 却被这精神小伙认为助明朗在装杯 小子 在这里吃葡萄 胆子不小呀 你自己滚出战场 老子心情好 或许可以饶你一命 助明朗一脸的猛逼 这哪里来的沙茶 见助明朗完全不搭理自己 小伙感觉自己受到了蔑视 当即照出了自己的龙虫赢鬼龙 准备嘎了助明朗的腰子 哪知助明朗没有半分反应 肩上的白起却突然伸出小爪子 轻轻的一挥 赢鬼龙背上的骨刺阴身而断 这可把精神小伙和他的龙下尿了 本以为助明朗是个小青头 却没想到居然是最强王者 小伙也是个人才 见识不对 连忙跪地磕头求饶 更是趁着助明朗不注意 跳进水中退出大笔 其他参赛人员一看 就知道这肯定是绝世大佬 纷纷躲避 助明朗满心失落 不是说参加大笔的都是高手吗 既然你们这么怂 那我可就不再留手了 助明朗当即照出大黑牙和青拙 准备直接清场 青拙负责解决飞行的龙虫 而大黑牙则直接在地面上横冲直撞 手下没有一盒之敌 但是大黑牙仍然觉得速度太慢 他准备直接将龙虫的主人解决掉 只见他一个雷光球 直接破开重龙的包围圈 不会是要拉肚子了吧 看到参赛者正在极力躲避自己的毒气 大黑牙眼睛一亮 顿时有个主意 他居然翘起屁股 将所有的毒气都释放出来 这东西毒性可能不强 但是是真的臭 有名红发姑娘连隔夜饭都吐出来了 心中一阵委屈 这辈子都没被这么臭 看见众人的反应 大黑牙眼睛一亮 我果然是条鸡智龙 但他却不知道 参赛者中还有绝世大佬 只听见一声 四角栏龙 一条长约数十丈的庞然大物 突然出现在战场 看他散发的气势 肯定达到了龙主级别 吓得大黑牙连忙去找柱明朗 主人 放小白白吧 仅仅在战场上放个屁 竟饮得全场摆头战龙的追杀 其中不只有跟他同级别的龙手 更有比他高一级的龙主级高手 大黑牙吓得急忙向主人求救 柱明朗却丝毫没有插手的意思 因为他早就看出这些龙境界虽高 但是缺乏血型 战斗力更是拉垮 吓傻了 要知道他刚发出的毒气攻击 可是将苍龙殿大师姐夫金国给臭酷了 夫金国发誓 要将大黑牙大卸八块 而且他的龙宠四爪篮龙 已经达到上位龙主 凭大黑牙区区巅峰龙将的实力 肯定干不过 白起不肯帮忙 而清卓又指望不上 眼看着四爪篮龙越来越近 大黑牙把心一横 拼乱 变身 凯化迎亲暴凯雷苍龙 身着龙凯的大黑牙带着狂暴的气势 猛地向着四爪篮龙冲去 但在相撞的瞬间 黑牙的眼中闪过一丝脚霞 他居然借助四爪篮龙的力量 直接砸进后面的战将及龙兽堆里 原来大黑牙早有计划 准备先将这群小可拉米解决掉 但是这些龙兽虽然实力参差不齐 但是数量众多 几个呼吸间大黑牙已经多了数道伤口 但是大黑牙并未退缩半分 并且越战越勇 场下苍龙殿的长老大惊 不好 你师妹可能会输 一旁的男子却不以为意 长老 这黑龙玩好时尚不是师妹的对手 更别说现在还受了伤 但是话还未说完 男子就呆住了 大黑牙的气势在战斗中居然不提上升 盈盈已经要到上位龙主 男子一脸的不可执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助明朗却知道 大黑牙身负暴龙血脉 只有在最危险的战斗中 才能激发他的潜力 匆匆赶来的负金国看出大黑牙一场 怎么一会儿不见 这头黑龙就有如此实力 急忙指挥四爪狼龙进攻 但是为时已晚 如果是法术攻击 大黑牙可能还要为他三分 但要是比利亚 这四爪狼龙就是个弟弟 直接被大黑牙压住一顿暴打 负金国见识急忙将四爪狼龙召回 却发现大黑牙望向自己的眼神中 满是暴虐 负金国心中一慌 这黑龙居然对自己起了杀意 赶紧照出自己的底牌 巅峰龙主的钢脊苍龙 这可是他准备留在决赛使用的 钢脊苍龙一出来就爆出大招 无数钢脊向着四方发射 一些实力弱的木龙狮和龙虫 纷纷中招 鲜血四剑 就连身着龙铠的大黑牙 也被开了十几道口子 却未料到这恰好帮了黑牙的大忙 因为暴龙血脉吸收的鲜血越多 实力就越强 并且没有上线 吸收掉其他龙兽飘洒的鲜血后 大黑牙居然硬生生踏入巅峰龙主 现在就算面对钢脊苍龙 他也不惧半分 却未料到钢脊苍龙甚是狡猾 居然想要利用身体的脚合之力 将大黑牙压成碎片 但却低估了大黑牙的飙汗 居然强忍身体破裂的剧痛 死死咬住钢脊苍龙不松口 这让台下的观战者都镇满了 战将级居然能跟龙主级打成这样 但让他们更震惊的还在后头 大黑牙突然全身散发出道道雷光 硬生生的震开钢脊苍龙的缠绕 强大的力量加上雷电之力 硬生生将钢脊苍龙给震晕 原来大黑牙吃掉雷昆苍龙的灵珠后 不止觉醒了暴龙血脉 还继承了雷昆苍龙的雷电之力 傅金国一脸的悔恨 凭他的实力本可以轻松进入决赛 却栽在大黑牙手中 而著名朗看见大黑牙满身的伤口 一脸的心疼 大黑牙好样的 接下来就交给青拙和白起吧 却没想到大黑牙摇了摇头 老大 我还能继续战斗 随即转头一脸凶狠的望向剩下的龙兽 被盯上的龙兽背脊升起一股凉意 刚准备逃跑 一股强大的雷电之力迸发而出 龙兽们哭爹喊娘的想要远离这个傻心 却被追上来的大黑牙一顿胖走 但并非所有的龙兽都是孬肿 这只蓝光龙就另辟蹊径 在身后悄悄地袭击大黑牙 大黑牙仓促应战 直接被顶飞出去 助名朗心中一己 正想带着白起钱去救援 大黑牙却一个礼于打挺 老大 我能行 说完后腿猛的发力 发出一声声怒吼 居然敢偷袭本龙 给我死 龙脚硬生生地顶进蓝光龙的胸膛 蓝光龙本想将大黑牙抱起 却发现大黑牙力量奇大 只能退而求其次 一口咬住大黑牙的后背 希望能将他逼腿 哪只大黑牙不止不退 还抬头咬向蓝光龙的脖子 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力正在快速流失 蓝光龙把腿就跑 此时的蓝光龙满心的恐惧 大黑牙在他心中 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蓝光龙的主人也满心惶恐 刚想向柱明朗投降 大黑牙却猛地扑过来 将他直接淘汰 而大黑牙和不畏死的战斗风格 也点燃了台下观战者的热血 这他猫的才叫做战斗 而另一边苍龙店长老生深叹了口气 金国 那条黑龙的主人是柱明朗 输给他不丢人 一旁的首席心中一惊 居然是柱明朗 那可是十五岁就凭着一手剑术 压得整个皇朝年轻一代 都抬不起头的存在 不对 他不是神凡剑修吗 怎么成了慕龙师 他见修修为已废成了繁琐 不过现在看来他养龙的造诣也不浅 你不可大意 手心猛地一拍桌子 如果他还是当年的天才剑修 我当然会拒他三分 如今不过是个龙主级的慕龙师 师妹 看我如何帮你出起 男人半夜摸进小姨子的房间 想要趁着醉意黑黑黑 却不知小姨子男灵莎早有防备 直接一脚将他送走 但是柱明朗仍不死心 借着送药的油头又摸了进来 刚好遇见男灵莎在擦药 男灵莎瞬间羞怒交加 闭上眼睛 快出去 柱明朗连忙闭上眼睛 我是来送药的 说完悄悄睁开眼睛窥探 后果不用多说 再次被一脚飞了出来 却刚好遇见找他的侍女秦阳 秦阳一脸担心 少爷 你没事吧 文主找你 柱明朗一抬头瞬间看见了不该看的 顿时血气上涌双眼放光 本来没事的 现在有了 回过神来的秦阳一脸羞涩 数年不见 少爷还是那么的简 但是看了看渐渐的门主 秦阳心中赶紧为少爷开脱 肯定是被家主带坏了 却不知柱明朗远比老爹坏百倍 原来这几年住门实力增长太快 引得其他势力忌弹 这次大笔几大势力已经暗中联合 准备将住门淘汰 削弱住门的影响力 老爹一脸的忧虑 准备叫住明朗放弃大笔 毕竟人活着才有希望 哪知住明朗只是沉思片刻 就双眼一亮 老爹相信我 这次定会让他们损失惨重 我们只需要跟他们签订对赌契纪约 如果我能赢 住门的实力将会增强一倍 老爹却是眉头一皱 要是输了 住门可能会彻底没落 住明朗阴险一笑 输了也不见得是坏事 我住门的资产主要都是矿山 就算那些势力拿去也没用 毕竟他们想要铸造成装备 就必须找我们住门 因为只有我们掌握了明文之术 而我们住门因为大笔损失惨重 到时趁机将铸造的价格提高一倍 其他势力也不敢反对 这样算下来不管输赢 我们都稳赚不赔 老爹文言大喜 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狡猾 不过此季甚妙 但是细节上还需要完善下 解决了心中大事 老爹当即拉着住明朗大战三百回合 但是住明朗这菜鸡 怎么会是老爹的对手 最后只能醉熏熏的回到房间 准备倒头大睡 却在挨着床的一瞬间感觉不对 怎么会有一股莫名的香气 住明朗瞬间给吓醒了 居然静错了房间 还好男龄沙睡的太熟 没有察觉 住明朗心中慌得一批 准备悄悄溜走 却突然感觉到耳边有一股热气 住明朗心中一紧 已经知道自己被发现了 转回头颤颤巍巍的表示 我要说这是个误会 你信吗 男龄沙一脸的怒意 打成这样 对面的男龄沙心中一慌 急忙将脚撵上住明朗 你要是敢乱说 绝对不让你好过 住明朗只能忍着痛楚 昨晚跟老爹喝大了 不小心摔的 方念念又不是智商欠费 怎会相信 这明显就是被人打的 但他没有过多追究 而是伸出两只手指搓了搓 给钱 大黑压他们一个月的伙食费 原来作为住明朗的龙粮小管家 几只龙宠的食物都是方念念负责 但是住明朗一直太穷 所有的费用都是方念念这小富婆垫付的 现在既然回到住门 当然得把钱给补上 但是一听这庞大的金额 住明朗顿时惊呆了 就算将他卖了 也不值这么多钱 赶紧借助尿顿跑路 时速起码超过八百卖 却一不留神 又撞上了小侍女情羊 躺在地上的情羊一脸娇羞 少爷难道对我有想法 不然为何每次都会流鼻血 住明朗心中叫冤 这只是身体的正常反应 为了还债 住明朗早早起床 准备去铸造房 打造一些铠甲贩卖 却没想到老爹居然也在这里 并且正在为他打造一件新的龙铠 原来昨晚回去之后 老爹发现计策有个巨大的漏洞 那就是大笔石 住明朗的人生安全 所以特地大清早地 为他打造这副龙铠 大黑牙穿上 可以完全无视下位龙主的攻击 就算巅峰龙主的伤害 也能削弱70% 住明朗一脸的欣喜 父亲 你的锻造术难道又突破 老爹一脸的得意 不错 毕竟半神装备摆起 他们还用不上 能白嫖一套龙台已经不错了 高高兴兴准备回自家院子 但在经过住剑店时 淋浴中的剑龙龙却突然开始躁动 并且不受控制地自己冲了出来 一声巨响之后 剑龙龙直接破掉住剑店的禁止 随后急匆匆地冲了进去 半住香后 住门长老一脸焦急地找到门主 断断续续地说道 门主大事不好了 长老毋须惊慌 先喝杯水淡定淡定 哪只水刚入口 长老就一口吐了出来 好烫 门主一脸的尴尬 忘记了茶水是刚泡了 缓过来的长老一脸的愤怒 我刚去了一趟住剑店 发现里面的东西全被少主给卷跑了 门主一听心中确实一喜 这小子终于开窍了 长老 小狼准备好好学习铸造 拿点材料不是很正常 长老闻言当即就炸了 那是一点吗 你现在跟我去看看 门主无奈只能跟着长老前去 哪只一进门 门主就傻了眼 一句国骂脱口而出 女人正在安静的洗澡 哪只房外突然发出巨响 吓得她披上浴巾就跑出来 本以为是发生了地震 却未料到是当初的小森玲珑 一夜之间身体暴涨数百倍 撑到了房屋 原来就在刚刚 柱明朗去淋浴查看大黑牙的伤势 才发现不管是白起见玲珑还是大黑牙 都已经进阶到龙主级 唯有清卓因为又是受伤 现在仅仅是巅峰战将 但柱明朗却早有准备 百年圣禄加上五百年的水墓之华 肯定能让清卓 再现神圣青木龙之威 清卓服下圣禄后 全身自然之力不断地增长 柱明朗也感到自身灵力在快速增加 并且自身的恢复能力大大提高 就在这时 锦玲却突然跑过来 狼小子 快把你的小青龙照出来看看 原来就是这锦玲 想出觉醒清卓血脉的办法 今天就是来看看实际效果 柱明朗当然不会拒绝 直接连接灵域照出清卓 哪知此时却传来一声巨响 整座房屋瞬间倒塌 柱明朗一脸的猛逼 什么情况 锦玲貌似发现了什么 眼珠子都差点掉了出来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玲珑一族的王者 神圣青木龙 而正在洗澡的方念念 以为是地震 慌忙跑出来找地方躲避 才发现是清卓体型太过巨大 将房屋给震塌了 一旁的锦玲也围了上来 我的乖乖 居然还是木龙 原来神圣青木龙有两个分支 一个是力量系的巨龙 一个是控制系的木龙 但想出现木龙的概率极低 柱明朗也是误打误撞 从小为时清卓木属性灵物 清卓才能进化后偏向木龙 而柱明朗的团队中 已经有前排坦克的大黑亚 如今再加上清卓的控制 还不得原地起飞 哪知转眼柱明朗就泄了气 原来清卓进化后 每天就必须吃木元素之华 那玩意儿可贵的要命 为了防止柱明朗再次赖掌 作为龙梁小主管的方念念 终于势力大笔的第二轮开始 曾经败给柱明朗的 副经国一脸兴奋 师兄你要是能帮我报仇 我就以身相许 师妹放心 我一定会 让他跪下来给你道歉 随即一脸嚣张地走进战场 但没走几步 他就察觉到不对 柱明朗居然隐隐以被阵法包围 如果他贸然闯进去 肯定会被这些布阵的大佬当作敌人 师兄一脸的慌张 误会 都是误会 随即转身离去却泪流满面 报不了仇 该如何娶小师妹 此时阵中的柱明朗却微微一笑 既然你们想针对我 那就不要怪我不留情面 出来吧 神圣青木龙 而在轻酌出来的一瞬间 就有无数的藤蔓破土而出 想要破坏阵法 刀锋龙牛第一个不答应 准备凭借自己的火属性 烧掉藤蔓 哪只刚冲出去 一条超级巨大的藤蔓突然出现 并且瞬间形成一只巨大的手掌 像抓玩具般将龙牛抓住 龙牛却丝毫不惧 全力释放真火 却没想到这木属性的巨手 没有丝毫损伤 龙牛的主人不敢置信 这是什么木头 居然不怕火烧 但他没有等到答案 却等来了自己的龙宠从天而降 被当作肉垫的他 硬生生被自己的龙宠做成重伤 柱明朗终于明白轻酌觉醒时 为何要用水木之华 因为水刚好克火 而没有火的威胁 木属性基本上无解 而就在柱明朗愣神之际 一头巨大的龙猿突然向他扑揽 柱明朗神色一己 正要照出白起 就在这时一道更大的藤蔓 从柱明朗身前破土而出 想简陋的龙猿瞬间傻眼 急忙叫道 误会 误会 我只是路过的 但这话可没人相信 一只比他身体还大的拳头 瞬间亲上他的小脸蛋 直接将他送出十万八千里外 而此时一头冰龙 正疯狂地进攻着眼前的藤蔓 这可能是地面战场 唯一对青卓有威胁的对手 但青卓早不是当初的森林龙 木之灵域 只见无数的藤蔓将冰龙缠绕 随即一道锋利的木之刀划过 冰龙瞬间被斩成两段 手法干净利落 但是庞大的木之灵域 遮挡了解说员的视线 他不得不飞下来查看 却没想到被青卓认为是敌人 一股巨大的进风飞去 主持人本来实力就不行 受到攻击顿时战力不稳 这高度下去肯定得嘎了 而战场上的人都在战斗 根本无人察觉到主持人出了危险 他只能闭目等死 却发现自己掉进一个温暖的怀抱 原来在最关键的时候 助明朗冲上来将他救下 而时刻关注助明朗的骑士顾飞俊 顿时气得火冒三丈 助明朗你个大渣男 居然还在泡妞 有种下来跟老子单挑 这种愿望当然得满足他 助明朗可是清楚地记得 刚才用阵法对付他的正式这个男人 见到助明朗应战 顾飞俊疯狂地大笑 还以为这助明朗多厉害 没想到区区激将法就将他引了出来 但他下一秒就知道 小丑竟是他自己 因为不止他的攻击无效 还忘记了他正处于木之领域中 眨眼间就成了助明朗的阶下之球 助明朗却是一脸的迷惑 他记得其中明明是自家的小弟 为何敢对他出手 这其中肯定有问题 助明朗决定将这件事搞清楚 却不知道其中有个巨大的阴谋 史上第一只水木属性的神圣青木龙 到底有多强 刀剑不伤水火不轻只是机操 不止天空战场是他的后花园 更是凭着强大的木之领域 造就了路障无敌的神话 而就在刚刚 助明朗凭借着木之领域的强大控制 星宗解决掉骑士顾飞郡之后 却陷入深深的沉思 因为顾飞郡所在的其宗 可是助门的小弟 他为何敢对自己这助门少主出手 难道其宗已经叛变 如果是这样 这其宗肯定不能再留 但是助明朗却不知道 场外的其宗宗主已经慌得一批 心中更是大骂顾飞郡这坑爹 看着助门门主意味深长的笑容 其宗宗主全身冷汗直流 语气卑微到极致 门主 这绝非其宗的意思 肯定是顾飞郡这孽子被人蛊惑 请您放心 大笔结束后 我定带他上门赴京请罪 但让其宗宗主没想到的是 自己在全力补救 儿子顾飞郡却在疯狂作死 助明朗你是不是的男人 有种不用龙宠 跟老子单挑 助明朗一拍脑门 这孩子没救了 智商欠费 我堂堂木龙师战斗 不召唤龙宠 难道自己上去肉搏 却没想到此言被一旁的黄毛听见 眼中一亮 看来助明朗进战能力不行 想到黄巢柿子的巨额悬赏 黄毛把心一横 拔出长剑突然向助明朗斩去 嘴角隐隐还露出一些笑语 没想到还真有余上钩 随即满天的羽刃飞射而出 黄毛全身瞬间开了数十道口子 这时他才回过神来 被助明朗给阴了 黄毛的龙宠剑自家主人受伤 瞬间爆木 张开自己的血盆大口 躲我主人者 死 但狠话还没说完 一个比他大数倍的拳头 直接将他砸成了肉泥 黄毛受到反噬伤上加伤 但他仍强忍着伤痛 小师妹快将消息带回宗门 不要再打助门的主意 助明朗不可敌 小师妹知道轻众准备悄悄溜走 哪只刚走出树部 一道藤蔓破土而出 无数藤蔓缠绕上他的四肢 瞬间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就在这时 围杀金卓的龙宠居然全军覆没 助明朗以绝对强势的姿态 进入到第三轮 而一旁观战的皇朝柿子 心中却是恐惧万分 早知道助明朗还有此实力 他肯定不会跳出来报仇 原来当年15岁的助明朗下山历练 却遇上这柿子欺难罢了 助明朗一怒之下 不止斩杀柿子的军级护道者 更是砍下他一条手臂 在得知助明朗成为废人之后 柿子心下大喜 不止暗中处处针对柿门 更是联合几大宗门准备在战场上 光明正大的将助明朗做掉 却万万没想到 助明朗虽然转修慕容师 反而比以前更加强大 而助明朗第二轮大笔结束后 就急急忙忙回到自家院子 担心大黑牙的伤势 哪知发现这憨货居然又在睡大觉 而伤势居然神奇般的痊愈了 这到底是谁干的 难道是老爹请来了高人 临时负责的小侍女也一脸猛低 随即眼睛一亮 刚才少奶奶来过 并且还把我给支开了 助门少奶奶那不就是我夫人 难道是女君来了 见到自己少主一脸的疑惑 小侍女急忙解释 就是那位经常戴着面巾的小姐 大家都说她是少夫人 哪知助明朗文言顿时慌了 西瓜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助明朗可不想再被打成猪头 知道这小侍女脑袋不灵光 助明朗只能问问大黑牙 哪知这憨货更不靠谱 一问三不知 更没想到的是 这大黑牙发现伤势痊愈了 激动的不行 疯狂的甩动的小尾巴 直接将围墙给打翻 助明朗欲哭无泪 姑娘没想到你隐藏这么深 居然还有治愈型龙宠 蓝灵莎心中一慌 脸色更是大变 胡说 我一个话是哪里来什么龙宠 看他的语气明显想掩饰什么 助明朗心中已经知道了答案 没有继续追问 而是转移了话题 原来经过住门的游说 皇主终于同意 只要黎川大陆 能抵抗瑞国一个月的进攻 就允许黎川大陆建国 拥有独立权 但是助明朗却不知道 瑞国为了攻下黎川大陆 整整投入了50万大军 祖龙城30万大军 短短10天就死伤大半 全靠着女军一身汗勇 才不至于权限溃败 但是随着瑞国派出的高手 越来越多 强如女军 也渐渐支撑不住 今天瑞国更是派出军级的大高手 女军却已经无力在出战 原率领3000祖龙残军 主动向50万瑞伯大军发起进攻 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死 而是他们已经没有了退路 因为只要祖龙城邦战败 整座黎川大陆的人都将沦为奴隶 所以哪怕只剩一兵一组 祖龙军也必定死战不退 如此强大的战斗意志 连瑞国的元帅都为之折服 更是对祖龙军的统帅女军 起了爱才之心 黎云兹祖龙城邦已经败了 如果你能投降 我保你不死 文言女军嘴角却扯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败了 那可未必 就在此时 远处的山谷传来一声巨响 瑞国元帅心中一惊 心中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果然副将来报 居然是自家的梁仓被人炸掉 元帅这才反应过来 中计了 梁仓被捍 瑞国大军瞬间军心大乱 就在这关键时刻 东方突然冲出30万大军 无土前来助女军破阵杀敌 西方也凸现20万大军 凌霄城邦在此 新加入的50万大军 瞬间冲垮了瑞国的防线 短短一个时辰 瑞国军队就死伤超过五层 只能无奈后撤 原来女军早知瑞国实力强大 并且元帅统军有防 想要正常取胜的概率不足一层 只能设下奇迹以自己为诱饵 降低瑞国元帅的防备 这才抓住机会一举破底 经此一役 瑞国军队已经无力进攻 一直等到战斗结束 女军再也坚持不住 直接倒地昏迷 但是挡下瑞国的进攻 还远远不够 祖龙城邦想要彻底得到 离川大陆的控制权 还得看住明朗与南灵莎 在大笔中取得怎样的成绩 而第三轮大笔的规则很简单 就是在机关城内 寻找各种锦盒 锦盒中就是各个势力 拿出来的对赌资源 谁抢到就归谁所有 祖龙朗没想到运气这么好 第一次出手 就拿到了润与城的成绩 却也得罪了正在争抢的两方势力 实践的明显认出了祖龙朗 知道这大佬自己惹不起 已经悄悄溜走 而这些红衣大块头 就有点智商欠肺 居然敢威胁祖龙朗 小子把锦盒给伦家交出来 不然我会把你打成肉酱 祖龙朗一脸的惊奇 你确定只要锦盒 不错 快把锦盒拿过来 不然让你尝尝杀锅般大的拳头 祖龙朗一脸的无所谓 你想要就拿去 大块头接住后一脸的兴奋 还向自家师弟炫耀 没想到强锦盒如此简单 祖龙朗一脸的无语 拿着空锦盒有什么好高兴的 见师姐受辱 师弟抡起拳头就砸了过来 著名狼嘴角却泛起神秘的笑容 一座巨大的兵刺突然出现 直接挡下了师弟的进攻 而大块头师姐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被耍了 恼羞成怒之下 直接使出体修的禁术 身形起码暴涨了一倍 一拳霸道地砸向兵刺 完全无视兵刺对他的反伤 但是他的对手可是古老的冰尘白龙 随着周围的气温越来越低 师姐想要放几句狠话 可怎么也说不出口 只能一点点地看着自己被冰封 一旁的师弟虽然明知自己不是对手 但仍然无所畏惧地发起进攻 却紧紧走出树部 就发现一层寒冰慢慢覆盖他的身体 师弟毫无意外地布了师姐的后尘 就在这时 小侍女秦阳突然带回消息 老对头浩绍聪集结人马 准备暗中对付助明朗 助明朗三人悄悄前去 却发现浩绍聪也找到一个锦盒 不过锦盒附近有数十万的荣丰 没有军级实力 去拿锦盒就是找死 而浩绍聪准备将助明朗引过来 利用荣丰扶杀 得知了对方的大概情况后 南凌莎突然掏出自己的画面 并且在纸上瞬间画出一条火龙 浩绍聪几人看着奔来的火龙 以为是对自己的攻击 急忙闪避 却没想到他直接撞向了大树 荣丰以为自己受到攻击 几十万大军瞬间出动 浩绍聪欲哭无泪 到底是哪个灾舅子干的好事